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妈却冲我摇头 她不动声色地插花 盯着花瓶底下的死水 面色清冷 离婚可以 让她亲口跟我说 其明远一走半月 妈妈也联系过她 但任何话 都没这句有效 没有同意离婚有效 下午 她就来了 我站在房门外 听见她决绝的声音 今天就去办离婚手续 越快越好 我不想让如霜等太久 我妈静静地 许久没出声 她等不及了 又说 实话实说吧 如果不是当年如霜跟我闹分手 我也不会一气之下 向你求婚 你本来只是我们公司的小小员工 做了这么多年董事长夫人 也该知足了 我妈终于开口了 拿上证件 现在就去民政局 她说得果断 能听得出对这段婚姻的绝望 但很快又整理好情绪 坚定地说 周周必须跟我 其明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可以 我和如霜也有一个女儿 我只想好好补偿那孩子 我脑袋嗡嗡的 她说她还有个私生女 她说她只想好好补偿 那个私生女 那我呢 我其周周不是她女儿 她 房间传来响亮的巴掌声 老妈帮我狠狠打了她 打得好 离婚手续很快办完 其明远给了我妈一笔钱 让她带着我离开别墅 可是我妈早就开始打包行李了 而且她还不要钱 我很郁闷 虽然听见扎爹那番话后 我对这个破家已经没有留念 但钱不要真的好吗 这不是便宜了扎爹 我妈无奈地冲我摇头 她那点钱 有什么好稀罕的 要拿你拿 我嫌重 银行卡不中吧 嫌格 行了吧 妈妈 你是豌豆公主吗 等等 好奇怪 老妈对金钱风轻云淡的样子 咋像极了电影里的 All Money 感觉完全不是 我奶奶口中的乡下丫头呀 看来 不愧是我妈 气质不一般 好吧 我也只能忍痛割钞票了 我回房间里收拾东西 到一半的时候 唐未其路忽然闯进我房间 出去 赚什么 这以后都不是你房间了 我来替小飞来监督你 小飞 你还不知道 大伯和如双阿姨的女儿啊 她以后会搬进这个卧室 这个卧室的摆设都是她 你只许整理自己的衣服 其他的不准乱拿 知道了 私生女登门入室对吧 齐周周 你以后可不是大伯的掌上明珠了 大伯有了如双阿姨 也不会再管你们 你只能跟你的穷妈过苦日子了 齐路几眉弄眼地看着我 以后在学校碰见 可千万别跟我打招呼呀 我翻白眼 我啥时候跟她打过招呼 齐路见我不理她 转了转眼珠子 又想挑衅 我烦不胜烦 直接将她推开 滚一边去 齐路没站稳 被我推到地上 她顿时炸了 奶奶 齐周周欺负我 齐老太一听 很快过来骂我 一点教养也没有 不像小飞 又乖又懂事 当初就不该把你妈取进门 或或我家基因 我简直无语 我妈长得美 又聪明 会画画 会弹琴 会书法 甩她这个爆发户几条街 本想反驳她 我妈温温柔柔地叫住了我 周周收拾好了就走吧 你外公要来接我们了 外公 我还有外公 咋从没听老妈提起过 我正疑惑 齐老太忽然冷笑起来 王文雅 你跟孩子扯什么谎 你爹妈都是乡下人 他们来过几次省城 摸得着我齐家的大门吗 齐路也咯咯直笑 奶奶 你别戳破伯母呀 乡下人也是要面子的 什么伯母 她已经不是的 露露 你记住 不是什么人 都能做你伯母 齐路点点头 嗯嗯 也不是什么人 都能做我姐妹 她说完 瞅了我一眼 我轻哼 谁稀罕呢 咱俩就不是一个气质 我天生漂亮 她已经进过几次整容所了 确实不像姐妹了 你 齐路被我戳到痛点 气不打一出来 你嘚瑟什么 离开齐家 你就是凤凰变山鸡 长得漂亮 有什么用 方便以后出来卖 真是好大一张脏嘴 怎么好意思 吹自己是豪门千金啊 我很想再教训她一下 可是 又怕给老妈惹麻烦 毕竟 我们离开齐家后 肯定会大不如前 如果得罪他们 我和老妈 以后会更加困难 忍吧 努力忍吧 我咬紧唇 正要打碎牙齿 吞进肚子 啪 好熟悉的响亮的巴掌声 抬眸 我妈已经优雅地将手收回 齐路半张脸红透了 我妈把齐路打懵了 她半嗓没反应过来 我妈 整个齐家最低调 最温柔 她们眼里最好欺负的人 打了她 齐路半嗓没反应过来 倒是齐老太 暴跳如雷 王文雅你作死啊 竟然敢对我孙女动手 她没教养 我替你教 老妈抬起下巴 轻飘飘地说道 还有你 齐老太太 下次再对我们母女指手画脚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毕竟 从今天开始 你就不是我长辈了 我的教养 可不会用在 以老卖老的陌生人身上 老妈目光俱傲 声音清冷 齐老太傻了 齐路继续蒙 我 帅爆了 碉堡了 这时 别墅大门打开 一辆宾利开进来 我脸色顿时灰冷下来 我爸的车 副驾驶还坐着一个艳丽女人 车停下 后座还下来一个少女 艳丽女人挽着我爸 我爸牵着少女 真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我爸幸福地像只泥坑里的猪 然而 当他见到我和我妈 脸色就变了 你们还没走 嫌弃的眼神 尤其明显 我眼眶直接红了 我妈走过来 握住我的手 这时 我奶奶见到我爸 立刻告状 明远你可要管管 王文雅打了露露 我爸看见齐路脸上的红印 当时就火了 王文雅 原来你一直以来的贤惠 都是装的 我气得想抓花我爸的脸 我妈抓着我的手 不叫我动 这时对面传来娇软的声音 爸爸 他们是谁呀 你原来的老婆女儿吗 那我和我妈算什么 我看向说话的人 黑长直 无辜脸 没眼镜跟我有点相似 我无法冷静 你就是我爸的私生女呀 他听见 脸色惨白 抓着他妈林如霜的手就要哭 曹如霜看见宝贝女儿受委屈 直接急了 齐明远 这就是你的诚意 你对我们母女的爱 听听他女儿骂我们非非什么 私生女 你还不撕烂他的嘴 我爸本来就对我不满 林如霜这么一说 他直接对我扬起了巴掌 他人高马大 比我和我妈都高出许多 我妈拦不住他 齐家的院子里 我也跑不掉的 跑 搞不好还会连累妈妈一起狼狈 我还是挨打吧 我咬着牙 闭上眼睛 齐明远 山不转水转 你今天欺负我和我妈 改日我一定 我心理活动进行到一半 忽然听见一声惨叫 睁开眼 只见齐明远面色惨白的捂住膝盖 我妈 踹了他 此时此刻 我无暇顾及其他人的状态 因为我傻了 我妈多爱齐明远 她膝盖不好 为她学针酒 配草药 这么多年 尽心尽力照顾着她 而现在 妈妈为了我 踹了她的膝盖 这一切 齐明远值得 反了 反了 吃我家的 喝我家的 还竟敢踢我儿子 把行李箱打开 我要检查 绝不让你这个贱人 带走我家一分钱 齐老太气疯了 我妈冷笑 你搞错了 自从嫁到你家 我花的每分钱 都是我自己的 齐明远每个月给我那点钱 根本不够我半天开支 我 啊 齐老太愣了 曹如霜 看向齐明远 齐明远脸色复杂 王文雅 你当年嫁给我之前 工资才多少 做了二十年富太太 胃口变这么大了 我妈吃笑 开什么玩笑 你那点钱 想养大谁的胃口 刚说完 随着鸣笛声传来 一排豪车陆续停在别墅门口 领头的车上 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他朝我们走来 接过我和我妈的行李箱 毕恭毕敬地对我妈说 大小姐 我们来接您回家了 这话一出 全场震惊 我直勾勾地看着我妈 您 您到底瞒了我什么 齐老太半天 没反应过来 齐明言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妈 她能叫你什么 我妈挪开目光 没理睬她 而这时 来接我们的叔叔 开口了 声音正式 而康腔有力 文雅小姐 是王寻先生的女儿 首富王家 唯一的大小姐 她说完 鄙夷地看着齐明远 仿佛在嘲讽她 有眼无珠 这一下 真是万籁俱计了 齐家人脸色都僵了 我也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王寻 首富王寻 那个集科技 酒店 餐饮 娱乐的 王氏集团董事长 而齐家 只是经营着一个酒店而已 差了十万八千里啊 妈 她说的 都是真的吗 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也是震惊啊 这有啥不能说出口的 换作是我 天天挂在嘴边炫耀 对不起 肤浅了 嗯 我妈点头 待会再跟你解释 可是 我已经管不上啥解释了 我已经起飞了 我外公居然是首富 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 这时 我看向齐鹿 谁凤凰便山鸡来着 齐鹿咬了咬唇 住满玻尿酸的脸 几乎要扭曲了 而这时 曹如霜发出一声冷笑 据我所知 王寻先生的女儿 一直在国外生活 你撒谎都不知道事先调查 她满脸鄙夷 一副瞧不起我妈的样子 真是家庭主妇当久了 把脑子也当掉了 她说的自信满满 齐家人也动摇了 如霜阿姨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你怎么知道首富女儿在哪里 齐鹿问 有人质疑曹如霜 齐明远立刻接话 当然了 你如霜阿姨刚拿到王室旗下的代言 还见过王寻先生 齐老太一听 分外惊喜 这么说 他跟王寻先生很熟了 还行吧 曹如霜故作谦虚 那你说的 肯定是真的了 不愧是明星 就是有人脉 齐老太顺了口气 瞪了我妈一眼 你可真行 还敢来这一出 想骗我们 给你下跪啊 可不是吗 母女俩都很恶心 齐路负荷 齐飞也娇娇弱弱地开口 爸爸以前的妻子 怎么满口谎话 齐明远冲我妈横眉冷对 曹如霜倾笑道 王文雅 你要是首富大小姐 我就是首富二小姐 劝你快滚 别搁这丢人现眼了 我怒了 我握紧了手机 该砸哪一个呢 正气得不行呢 我妈却风轻云淡 她如画的眉眼 略显几分无奈 吩咐身旁的叔叔 我爸也来了吧 叫她下车认二女儿了 齐齐家人笑我妈不死心 笑话我妈 是否还找了冒充首富的人 而我的渣爹 齐明远更过分 他让我妈别那么虚荣 就算虚荣 也要看自己面对的是谁 你一个家庭主妇 在如霜这种 见过世面的女人面前 冲什么大脸 她刚说完 我妈脸色微微韵怒 曹如霜得意非常 可是这时 一个身形硬朗的老爷爷 拄着拐杖走下豪车 她头发苍白 却梳得整齐 一身西装 显得精神抖擞 皱纹横生的脸 依旧透着英气 这 这不就是首富王寻吗 那张被各大媒体宣传 恩赐的脸 谁不认识 爸 我妈的声音透着哽咽 她不管任何人 扑到外公怀里 像个孩子 见到此情此景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 齐家人在风中凌乱 尤其是曹如霜 她瞪大了瞳孔 脸色尴尬又慌张 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齐老太拉扯着齐明远 我老花 你看清了 真是首富 齐明远紧皱着眉 脸色铁青地点头 齐老太猛地拍腿 哎呦 儿子 你是首富的女婿呀 还愣着干嘛 把文雅追回来呀 曹如霜脸色耍白 气愤地看向齐明远 妈 你说什么呢 我已经和如霜领证了 菲菲还在 扎爹深情了一辈子 她可不能在这时掉链子 呸 我就没见过私生女和小三 登堂入室的 你妈我也是原配 你别打你妈的脸 齐老太变脸 比穿剧还厉害 曹如霜咬着唇 面如死灰 齐菲委屈地泪流满面 与之相反 齐老太对我慈眉善目了 周周呀 以前都是奶奶不对 我鬼迷心窍了 你跟你妈妈说说 原谅奶奶和爸爸 好不好 对了 齐璐 你也来跟你姐姐道歉 小小年纪就嘴臭 你大妈扇你是应该的 齐璐的脸 已经不只是扭曲了 她恨不得吃了我 齐老太诚心悔过 但我妈可不吃这套 我外公更不吃 我女儿和齐明远已经离婚了 你们齐家人少来套近乎 外公的声音 怒中又透着绝对的威严 齐老太心虚地低下头 而同时 外公又看向曹如霜 打量着她 我纳闹 何时多出你这么个女儿了 曹如霜垂着脸 曾经多么骄傲 现在就有多么无地自容 王先生 我不是故意的 他想解释 但外公完全不听 行了 王氏跟你的合约 就此取消 曹如霜差点没站稳 我知道他干嘛这么紧张 他一直在国外发展 不温不火 王氏的资源 是他回国后最大的王牌 现在没了 王先生 您这是假公祭司 凭如霜的知名度和才华 你们集团不要他 将会是巨大损失 齐明远始终护着曹如霜 像个大情圣 因此我能理解 恋爱脑上头的人 是会说一些蠢话 对他 外公只是冷笑 时间不早了 我们回家了 他甚至不愿意 跟齐明远废话 齐明远不死心 甚至叫住我妈 文雅 我求你阻止你爸 这么多年 对如霜念念不忘的人是我 如霜是无辜的 他努力了那么久 才有今天的事业 我不能让他受任何影响 我妈攥紧了手 我好生气 上去就是对 他无辜 我妈就不无辜 你们真爱无敌 我妈就活该被当傻子忽悠 齐明远正了一下 像是被我说住 但我看不出他任何愧疚之心 他依旧坚持他那套 缓缓说道 你妈一个家庭主妇 怎么懂如霜事业上的艰辛 家庭主妇 我妈是为了谁做家庭主妇 她又美又有才华 齐明远还不知道呢 我妈经常在家里画画 我悄悄看过她的作品参赛 意大利名师 更是向我妈发来过邀请 但我妈无动于衷 就为了照顾这个婆家 除了我 还有蛮不讲理的婆婆 既人篱下 却麻烦又是多得其路 最后就换来这 我转头 看见妈妈眼底红红的 我心疼得不行 我的妈妈那么好 为什么会碰上这种男人 幸好有外公在 我心疼妈妈 外公也心疼女儿 他带我们离开之前 把保镖都派了进来 远远的 我都能听见 齐明远此起彼伏的惨叫声 齐老太哭喊着 不要打我儿子 曹如双拉着齐飞 不敢上前 齐路更是跑得更远 总之就是一盘散沙 齐明远 以后除了你妈 再也又不会有人爱你了 我让妈妈不要哭 她笑着说 这是最后一次 后来 外公带着我们回家了 我们真正的家 是一幢超大的花园别墅 完全就是现实版的 唐顿庄园 外公拄着拐杖 陪我高高兴兴地溜达一圈 但晚上的时候 齐明远竟然联系我了 我以为她被打清醒了 打电话过来 是道歉 虽然我不会原谅她 但也想看看 她起怜的样子 电话接通 她果然特别殷勤 周周 在外公家住得还习惯吗 不习惯 你要来接我回去吗 我假装哄其名远完 她果然慌了 嗯 这个 你如双阿姨和飞飞 已经搬进来 这样吧 如果你不想 住在外公家 爸爸给你买个小公寓 好不好 我去你的吧 我真想隔空山榻 不用了 外公家很好 花园很大 房间很大 我专用的厕所 都比你的卧室大 也亏我妈受得了 陪你过穷日子 真是福气 她不觉得 我妈天天待在家里 是家庭主妇吗 那我就让知道 我妈待在她家 那是屈尊降贵 她还不识好歹 确实委屈你妈了 齐明远坦然承认错误 我纳闷 她这人很固执 从来不会道歉 尤其对晚辈 今天怎么 我正疑惑 却听见她说 周周啊 你能不能跟你外公 美言几句 别撤如双阿姨的合约 我耿住 难怪了 也只有为了小三 她才有这么好的脾气 你让我帮小三说话 你有病吧 我没按耐住脾气 齐明远差点被我惹怒 你 你小孩子家家 说话别那么难听 你如双阿姨人很好 善良又有智慧 你跟她接触接触就知道了 我气笑了 她让我跟小三接触 难道我妈不善良 我妈没智慧 对了 你们学校不是要举办编剧大赛了吗 我皱眉 编剧大赛 是我们专业最有含金量的赛事 评委都是国际大牌编剧 她从来不关心我学习 怎么知道 飞飞在国外也是学编剧的 她转去你们学校了 我泄了气 原来还是为了私生女 如双阿姨在国外认识很多名编剧 搞艺术的 大多人自命清高 这种人脉 钱是买不来的 只要你帮帮如双阿姨 我会让她给你介绍一个名师指导 我们周周至少得拿个第二吧 齐明远故作和蔼可亲 还给我抛出了鱼耳 确实挺诱惑人的 但她是我爸呀 她为我做事 为我找老师 不是理所应当吗 竟然要我交换条件 而这个条件 竟然是帮小三 伤害自己的妈妈 我好寒心 你凭什么觉得我是第二 我很不爽 她好像觉得我很没用一样 我就是随便一说 飞飞也很厉害的 她从小跟她妈在片场 又聪明又讨喜 小小年纪就会帮人改剧本 她字里行间 都是对齐飞的骄傲 但她不知道 我十岁就获得过小编剧奖 齐飞可以的 我也行 我到底还年轻 没忍住 把齐明远的那些话 哭着告诉了妈妈 我妈抱着我 久久无言 那晚 我们聊了很多 我终于知道 她这么多年 不告诉我 她身世的原因 因为她一意孤行 嫁给齐明远 因为外公却专横独断 让她嫁给世交之子 一气之下 断绝关系 总之 两边都有错 两边都是狠人 转折发生在两月前 外公身体不好 通过管家劝解 我妈床前尽孝 父女俩这才兵事前嫌 话虽这么说 我妈还是很悔恨 说到底 还是齐明远不值得 周周 编剧大赛 你准备的怎么样 挺好的 其实 我有点担心 我的目标是拿第一 其他同学的水准 我都清楚 但齐飞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水平 更重要的是 我不想输给她 有什么不顺 可以跟妈妈说说 我妈贴心地说 她永远明白我 说到底 我还是对自己的内容 不够自信 我觉得我的剧情 不够惊艳 没有让人特别耳目 一新的感觉 我怕抓不到评委的心 我经常跟妈妈聊这个 她总能给我 很好的启示 所以 以前 我就觉得 她是个天才 全是齐明远 耽误了她 但没想到 这次更猛 我给你个宝贝 什么 我正疑惑 我妈从抽屉 掏出一本笔记 我翻开 上面是我妈写的 清秀字体 再一看内容 我惊呆 这都是一些描述 精彩的对话和桥段 这些是我妈脸红红的 有点害羞 就我灵光一闪做的笔记 你瞧瞧有没有用 当然有用了 太刺激我大脑了 懂得都懂 编不出故意的时候 好作品总能给你启示 我妈 简直大师 她怎么不去当作家呀 她太屈才了 第二天 我抱着妈妈的笔记败读 翻到最后一页 我竟发现 右下角写着一个名字 依华这是一位名作家的笔名 她的书 曾经获得过国际多项文学奖 过去五年都挂在全球最畅销的榜单上 难道我妈也喜欢她 毕竟我也经常把喜欢的作者笔名写本子上来着 周一我去学校上课 果然齐飞也在 她身旁还有齐鹿 她正在拍齐飞的马屁 飞飞 我真羡慕你 你妈妈是演员 外公是艺术家 简直就是书香门第 演艺世家呀 齐飞被人吹捧 原本满是得意 但我一出现 她脸色就变了 大概 因为我现在是首富外孙女吧 齐鹿马上又说 飞飞 你是天之娇女 有非凡的人脉 你外公认识的艺术家 那都是清高的人 可不是用钱就能交往到的 你才是真正的贵族 这话说到齐飞心里去了 她微微一笑 你太夸张了 不过我外公确实认识挺多的人 那个伊华你知道吗 知道呀 写密室的女作家 全国畅销呀 好多名人都喜欢她呢 不过 听说她很低调 从来不接受采访的 齐鹿如同超级粉丝 霹雳啪啦说一大堆 气氛渲染到位了 齐飞才傲娇地说 我外公就认识她 齐鹿从虚伪地夸赞 转而进阶到真诚地羡慕 然后她又把矛头指向我 飞飞家手握这么多文圈人脉 她的指导老师一定很厉害 编剧大赛的冠军 肯定是飞飞的 某些人就不要妄想了 我冷笑 哦 那就拭目以待 有一说一 我本来确实有点担心 但我自从翻了老妈的笔记后 好像获得了能量加持 霍一肥浅啊 而这时 我看见齐飞眉头轻轻一抿 怎么 她见我不慌 着急了 我正冷笑 她忽然扯起嘴角 悠悠地说 外公告诉我 依华也是评审团的一员呢 编剧大赛开始之前 外公会把我引荐给她 我丢 她居然想走后门 那个神秘的依华 真的会帮她吗 时间很快到了编剧大赛当天 我们早已提交了剧本 马上就是公布名次的时候 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坐在一起 这时 场内突然躁动起来 好像有明星来了 曹如双和她老公 没一会 全场聚焦点都在她们身上 齐明远和曹如双 亲自来给齐飞加油 呵 从小到大 齐明远可从没来学校看过我 爸爸妈妈 你们跟我做一块把齐飞拉着他俩 走向台下的位置 经过我身边时 我瞥向齐明远 她假装没看见我 怎么 不敢认 怕尴尬 哼 我偏不让他如愿 所以 在齐明远要躲过去的时候 我甜甜地叫了声 爸爸 你来了 齐明远脚步一致 面色惊恐 又埋怨地看向我 我吐了吐舌头 假装调皮 怎么 怕我让他丢脸吗 怕我让别人知道 他抛弃弃女 这时 同学忍不住问我 周周 齐氏酒店的董事长 原来是你爸呀 那你和齐飞是什么关系 齐飞和曹如霜脸色很难看 尤其是齐飞 他委屈巴巴地看着齐明远 我知道 他怕丢脸 怕私生女的身份曝光 曹如霜脸绿油油的 恨不得吃了我 在其他人询问目光中 齐明远扯着僵硬的嘴角 笑着跟别人介绍我 这是我的干女儿 朋友家的干女儿 我手指陷进座椅里 眼角酸胀 胸口闷得说不上话来 曹如霜和齐飞 脸色顿时好看了 曹如霜还阴阳怪气地问我 周周 你妈妈怎么没陪你 今天这么重要 就算她不懂剧本 也应该陪着你啊 我冷吃 我妈不懂剧本 你懂 她怎么懂这些 又不是你 齐明远接她的话 那可不一定 王家有钱 各种熏陶少不了的 哼 想太多 她有这份造诣 还能做这么多年全职太太 齐明远陪着曹如霜一唱一鹤 贬低我妈 齐飞趁机推着齐明远离开 爸 走了 我们去见见外公 他也是我们学校的受邀嘉宾呢 说完 得意洋洋地冲我看了一眼 我眼底几乎要见出火花 正要做些什么时候 场面忽然沸腾起来 只因有人说 依华来了 那个神秘的天才作者 多项国际大奖的获得者 全球最畅销作家之一 大家都想知道她长什么样 我下意识回头 我妈恰好站在大门中央 老妈一改朴素风格 她今天穿着长裙 还戴着钻石项链和耳坠 头发高高挽起 如同气质典雅的高贵公主 我同学也有见过我妈的 宝 你妈妈好漂亮啊 阿姨简直像仙女下凡 我虚荣心大大受到了满足 立刻奔到我妈怀里 别管我了 我就是妈宝女 当然也不知道 是不是老天故意安排 我竟然瞥见 齐明远微微失神的一瞬间 啊 总有一天 她得承认自己眼瞎 我妈比曹如霜漂亮多了 你好啊 文雅 我终于又见到你了 我听见老麦的声音 是齐飞扶着的老人 这大概就是她口中的外公 可是 她认识我吗 我眼神奇怪地看着老头子 不仅是我 曹如霜和齐飞也很奇怪 爸 你认识她 外公 今天是我的大日子 待会依华还要来 你注意点 老头子振振无语 她郑重说道 她就是依华呀 瞬间 空气凝滞 我也傻了 她说什么 我妈说依华 依华是我见过最有才的人 她不仅会写小说 还会写剧本 我好几个剧本 都有请教过她 然后她就报成了几个名字和内容 全是暴剧和经典桥段 这都是出自我妈之手 我的天 我看着我妈 震惊 激动 膜拜 你不是我妈 你 是我的神 但你干嘛不早点告诉我 我妈 怕你有压力 好吧 确实 与此同时 我的同学都纷纷跑来 让我妈签名 老师也不端着了 他们其中也有很多 我妈的书粉 依华老师 我好喜欢你的文笔 依华老师 我能不能求你见识 给书里的星号星号星号 重开一个结局吧 我舍不得她死啊 依华 能不能来我们学校做老师 我给你同位置 华姐 啥也不说了 可以给我签个名吗 我被挤到了外面 这哪是编剧大赛 这简直就是 我妈的粉丝见面会 这时 齐飞的外公 还在喋喋不休 炫耀我妈的光荣事迹 依华还是个 全方面开花的天才 她在书法上 也很有造诣 曾经一副防言真轻字体 被拍出高架 提到造诣 齐明远之前 怎么说来着 我妈但凡有什么造诣 也不会是全职太太 哼 我就想问 她的脸疼不疼 全职太太怎么了 也照样吊打你们 我看见曹如霜和齐飞 冰冷阴沉的脸 还有齐明远 她满眼惊诧地 看着人群中央的我妈 眼底乍现一抹 怅然若失 我以为我看错了 齐鹿来回踱步 眼巴巴地望着人群 我知道 她也很想要签名 她竟然也是我妈的小粉丝呢 哈 一群跳梁小丑 编剧大赛颁布名次 我的剧本 凭借剧情精彩又抓人 在人气选票和评委打分 拿到了第一 齐飞泽剧情逻辑不行 只拿到第九 面前进钱时 呵 齐明远还把她当骄傲呢 由于编剧大赛广受关注 到场也有不少记者 他们蜂拥而至采访我 还有亲爱的妈妈 相反 身为明星的曹如霜 备受冷落 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啊 母女都这么漂亮 又有才华 父亲真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方便透露父亲是谁吗 这时 我瞥向齐明远 分明看见她眼神亮了一瞬 我嘴角扯过一抹 微不可查的讽刺 我的父亲 刚刚说我是她的干女儿 朋友家的孩子 我哪有什么父亲 我和我妈心照不宣地对视一眼 直到 很遗憾 她去世了 说完 我微笑地看着齐明远 她的脸色又黑又红 是啊 一个从没尽到责任的父亲 可不就是死了 这时之后 齐明远越发奇怪了 她经常偷偷联系我 她比以往更加关怀我 问我学习 身体 生活方方面面 我会接她的话 不是接受她的转变 而是看戏 因为她对我的关心 最终都会绕到我妈身上 然而 我也会把电话录下来 转发给曹如霜 静静地 看白月光 变成了白范利 还挺好玩 但我妈 没我这么无聊 她开始涉足 外公的产业了 只是 她这么多年 对集团 没你任何功劳 集团董事会不信任她 在此之前 她必须接受一次考验 考验项目 一个濒死的酒店 老妈只要能把酒店救活 盈利增长10%就过关 但老妈很有志气 她说 50% 因此 她开始早出晚归了 有一天 她还没回来 我就接到了 齐明远的电话 周周 你怎么不管管你妈 她现在天天在外面鬼混 跟男人一起吃饭 注意你的用词 我非常不爽 谁鬼混了 你特么一个出轨男 凭什么管我妈 你妈最近跟洪盛酒店的老总 走得很近 她是不是想再婚了 齐明远声音黯然 有点提不起劲的感觉 我 呃呵呵 关你屁事 当然了 齐明远猜得也没错 当天晚上 妈妈的确是被人送回来的 我趴在窗上瞧瞧看了 那男人四十来岁 英俊挺拔 很有熟男魅力 跟我妈 还挺般配的 挺好的 我希望妈妈 离开齐明远后 能过得特别幸福 后来 我追着老妈问东问西 她就是含糊其词 爱 估计是害羞 以后就好了 我就等着 等我妈通知我 她找到幸福了 然而 半年后 恋爱通知没等到 我却等到了 妈妈把酒店盘活的消息 并且 营业额增长百分之六十 董事会正式认可她 满新闻权势 知名作家 成企业女强人 年度最有能力的 家族接班人 不仅如此 妈妈的光荣往事 也被趴了出来 王文雅的全能人生 画作被知名美术馆收藏 书法被拍卖高价 全球知名作家 商业新秀 不要说别人 我看得都酸了 但是 好像缺点什么 美好姻缘呢 那个经常送老妈 回家的叔叔呢 我可是百度了 红盛酒店 她家老板是个隐形 富三代 跟我妈挺般配的 难道掰了 我不甘心 跑去王室 顶层的办公室 问我妈 老妈正在看文件 听我提起 似乎才想起来 哦 她呀 她怎么了 她疑惑地问我 你不是在跟她谈恋爱 什么 谁跟你说的 我看见的呀 她经常送你回家 我妈 哦 我跟她炒作呢 啥 炒作 我们走得近 外界就会猜测 两家酒店会不会合并 这样对我们当时快倒闭的酒店 很有好处 我妈太牛了呀 那个叔叔也知道吗 我妈摇头 她靠近我 只是为了我的家业 甚至还想从我嘴里套内幕消息 啥 那男人看着成熟英俊 居然一肚子坏水 呸 真下头 周周 妈妈眼瞎了一次 就不会再眼瞎第二次 为了你 为了外公 更为了我们一家 妈妈会时刻保持清醒 也会更加努力的 此时此刻 我看见妈妈眼里有光 自识其力后 我才渐渐明白 那束光来自心上 她会照亮你想要走的路 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 齐明远从偶尔的打扰 变成经常的打扰 刚开始 她还只是跟我套老妈的事情 后来就变本加厉 她居然让我约妈妈 她是不是疯了 她都跟曹如霜结婚了爱 你是我女儿 难道你不希望妈妈 跟你自己的爸爸在一起吗 不希望 我挂了电话 又一次 把通过记录 发给了曹如霜 虽然她每次都会打电话 来骂我 但我知道 她不会拉黑我的 哎 我真无聊 真记仇啊 终于 曹如霜忍无可忍 跑去酒店跟她吵 其家鸡飞狗跳 齐明远生意也受到了影响 她做了一次错误的决策 酒店转型失败 濒临破产 很多人盯着收购 而齐明远 只对我妈殷勤 她一出手 低价收购了酒店 因此 齐明远误以为 我妈接受了她的心意 幻想能跟我妈重新开始 结果我妈 齐总 我们不是正常做生意吗 你让我给你那么低的价格 我做生意还价 有问题吗 后来 她拿着剩余资产 陆续投资 想要东山再起 又赶上行情不好 她心又大 直接破产了 曹如霜天天跟她吵架 没钱 没感情 白月光变成白范丽 啥也不是 后来 曹如霜被狗仔拍到出轨 名声一落千丈 齐非受不了父母 天天和学校的富二代混在一起 也不好好写剧本了 想进娱乐圈 又因为她妈老来她房 导致她门路紧闭 毕业后 她不知道去了哪个剧组打杂 至于齐路 她一直都很聪明的 现在正跟好几个有钱人 同时交往 其中一个还有正牌女友 来学校找她 骂她是卖的 我真的感慨 天道有轮回 有一次 我和我妈在车上 看见了齐老太 她正在挑菜叶子 看见我们 大喜 眼看着就要朝我们追来 但绿灯一闪 我们的车开走了 她落寞下来 最后一次看见齐明远 是我在影视城工作的时候 齐非在小剧组打杂 每天赚得不够花 三天两头找她要钱 我看见她的时候 齐非刚把她的钱搜刮去 她满眼失望地看着 深受自己喜欢的女儿的背影 连连叹息 但没疑惑 她又要回到岗位上 大夏天 她穿着太监服 站在太阳底下暴晒 看见我时 她尴尬一笑 我年纪大了 做别的 没人要 只能干这个 我不知道跟她说什么 她却很想跟我套近乎 大家都说 你是年轻编剧里最厉害的 爸爸很为你骄傲 她自称爸爸 被其他群演听见了 那名群演很惊讶 不会吧 其边是你女儿 其明远意味复杂地笑了笑 她刚要说话 我却抢了过去 干女儿罢了 小时候乱认的 说完 我看见她红了眼眶 但我心里毫无波澜 你这个爸爸 我早就不要了 你给我的伤害 我统统还你 剧组杀青 我收到了妈妈的鲜花 走出门 见她穿着风衣 戴着墨镜 洒爽地靠着红色法拉利 宝贝 老妈休假 带你自驾游 太棒了 走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日落尤其温柔 人间皆是浪漫 大家好 欢迎来到落日温情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养父母收养我那年破产了 我被弃养 却意外找到亲父母 他们很穷 却对我很好 隔天生父带我买彩票 偶遇养父 他羞辱生父养灾星 等着遭殃吧 不料夏淼发生的事 众人吓傻 齐悦被认回来那天 我爸妈欣喜若狂 因为算命的说 她是天降福星 他们在回来的路上 捡到了一千块钱 便认定是好兆头 见路边有个算命的小摊 当即拿着钱 去给齐悦算了一挂 算命的人老神在在 在我跟齐悦之间 来回扫了扫 最后说 你这两个闺女 一个是福星将士 一个则是穷鬼转生 爸妈惊诧不已 忙问哪个是福星将士 算命人没说话 只笑着看了一眼齐悦 真的 那太好了 我就说嘛 我苏家的女儿 怎么可能会差 爸妈欢天喜地 揽着齐悦高高兴兴回了家 他们给齐悦买了很多东西 新衣服 新鞋子 新床 新文具 齐悦也很高兴 腼腆地笑着 喊了他们爸妈 我站在角落里看着 眼睛怎么也一不开 原来真正属于这个家的人 是会受到欢迎的 而我 从始至终就不属于这里 从我出生起 家里就每况愈下 爸爸事业不顺 投资一直失败 妈妈大小并不断 经常花钱 哥哥苏子瑞 更是三天两头在外惹事 需要花钱摆平 他们把这一切 都归结到了我身上 于是我被随意 丢给了保姆带 我跟着保姆 吃了上顿没下顿 太饿的时候 甚至要去翻家里的垃圾桶 后来 到了上学年龄 他们就把我送去了寄宿学校 那时我才知道 原来别人家的小孩 是受到爸妈的宠爱 可以跟爸妈很亲密的 忽然 妈妈看到了我 她脸上的笑容一秒消失 闲恶地问我 还站在这里做什么 你这个丧门星 我说怎么你出生 家里就一直破财 原来是穷鬼转世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却被爸爸冷声打断 我已经通知你家那边的人来接你了 赶紧收拾东西滚 看见你就来气 说完便朝下人看了一眼 示意他们把我赶出去 我死死掐住手心 一言不发地点了头 转身想去收拾东西 却堪堪定住 这个家里好像从来没什么是属于我的 心里一阵想笑 我攥紧手指 一步一步朝外走去 就在我走到门口时 一道人影迎面走来 小妹 哥来接你了 别墅门口 一个披着厚重军大衣的男生 站在那里 他露牙笑着 问我是不是就是苏明 说完没等我回答 便朝身后一抬下巴 上车 爸妈让我来接你 我愣愣抬眼 看到了他身后的电动三轮车 这一刻 我的心情说不上来的复杂 男生却没发觉 只问我我的东西呢 我刚想回答 身后便传来养母嘲讽的声音 他能有什么东西 吃的喝的用的哪一样 不是我们家给的 男生很不理解地望着养母 养母顿时冷吃 说干什么 难不成你 还想顺走我家的东西吗 没见过世面的穷鬼 看见你们这种人 都晦气 赶紧带着你那穷鬼转世的妹妹滚 免得给我们家沾了穷气 男生瞇了瞇眼 说你有病吧 还穷鬼转世 我还说你们是智障转世呢 人母狗样的畜生 呸 你说什么 养母顿时瞪圆了眼 男生却一把将我拽上了车 迅速发动车子离开 等我回神 车子已经驶出去老远 后面养父母破口大骂地追车 却怎么也追不上 我正发着愣 一个厚重 带着温度的军大衣 便重重盖在了我头上 穿上 哥给你暖热了 我反应不过来 问为什么 为什么要把这个衣服给我 这不是他的吗 男生却回了下头说什么为什么 晚上温度低 怕冻着你呗 咋的 嫌弃我的军大衣呀 没有 我立刻摇头 又重复说了一遍没有 他笑了 啰里啰嗦 又说了些话 我没听进去 只是突然用力 裹紧了身上的衣服 好像离了那个家 也没有变很差 我哥带着我 一路走了很久很久 他跟我说了家里的基本成员 说了爸妈的名字 他的名字 哦对了 还有只狗 叫大黄 我混混顿顿地听着 不知道思绪飘到了哪 不知道过了多久 车子停了下来 面前是一栋两层停房 房子很老很旧 门口站着两个人 他们的表情 明明有些局促 却十分热情地 把我迎进了门 我从没受过这种待遇 一时间有些发愣 刚进门就被角落里 突然的狗吠声 惊得一抖 男人连忙嗤了一声 又转头冲我笑 安抚我让我别害怕 说狗拴着呢 真是的 早说不让你们养那东西 看给我姑娘吓的 女人也板了板脸 一边拉住我 一边在我背上轻抚着 嘴里念念有词 呼噜呼噜 毛吓不着 吓不着啊 我被他温柔的动作 弄得浑身发僵 连手脚都不知道 该怎么放 一旁的哥哥奇安 嬉皮笑脸 跟我说妈 就会嘴上说说 你看大黄那株一样的肚子 都是被他偷偷喂的 就你话多 女人挟他一眼 又赶忙来拉我的手 把我带进了屋 热气腾腾的饭菜 正摆在桌子上 香味扑鼻 我被他们拉着坐下来 又是递筷子 又是夹菜 气氛热烈 有说有笑 我好像一下子成了中心人物 原来这就是被在意的感觉吗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终于松开咬着的筷子尖 尖色出声 爸 妈 哥哥 谢谢 爸妈明显愣了一下 但很快都笑了 回来了就踏踏实实的 这是咱家 我重重点头 眼泪砸在碗里 好办上 我才重新开口 说我不会花太多钱的 衣服穿我割的就行 家里有活都可以使唤我 我什么都会干 我 没等我说完 我爸却打断了我 问我这是干啥呢 我静了静 望着他们干巴巴道 算命地说我是穷鬼转世 家里以后的日子可能会 越来越不好 说到后面几个字 我几乎没了音 桌上却也静了下来 我沉默着 慢慢把筷子放了下来 下一秒 哥哥齐安突然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紧接着我爸妈也摇头轻笑 说我小小年纪 怎么还迷信呢 你看看这家里 已经穷成什么样了 真要有穷鬼转世啊 那该是你爹我 周京女士连忙举手 还有我 齐安也忙到 算上我 算上我 我正正望着面前的人 突然傻了 为什么他们一点都不在意 等我意识到 自己哭了的时候 已经被爸妈牢牢抱进了怀里 他们笑我多大了还这么矫情 声音里却满是颤抖的心疼 我妈说 这些年让你受苦了呀 以后有爸妈在 谁也不能再让你受委屈 我爸说 你穷爹尽量努力挣钱 让咱家不再是穷鬼转世 哈哈哈哈 我哥说 你要真是穷鬼转世 那就尽管来课 咱这个穷家 说不定富富的证了呢 啥叫富富的证 哎呀 就是说穷着穷着 突然富起来了 哎呦喂 那感情好 还真说不定哈 一片嬉笑声中 我高兴得不住擦眼泪 这一刻 我真的好希望 我们能富富的证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声太强烈 就在第二天早上 我们这个穷家 竟然迎来了第一条好消息 我爸一直在争取的一个工作岗位 突然批下来了 他说 那个工作赚得多很多 自从空下来之后 就有很多人竞争 他也跟上面申请了好几次 但一直没能踢下来 却没想到一大早 老板就打电话通知他换岗了 我妈险些喜极而泣 当即宰了一只鸡庆祝 我跟我妈吃鸡腿 我爸吃鸡翅 我哥吃鸡头 鸡脖子和鸡屁股 剩下的再平分 我哥吃得满嘴油 支支吾吾说着话 小妹一来 爸的工作就劈下来了 简直福星啊 以后谁再说 咱家小妹是穷鬼转世 我做不死她 我妈美好气地弹了她脑袋 脸上笑容却不减 没错呀 咱家明明就是福星 哈哈哈哈 福星来喽 咱家以后日子越过越好 我咬着鸡腿 除了笑不知道该说什么 之后的日子 我家的日子 果真越来越好 我爸说的没错 他现在的岗位 的确赚得多出很多 我没问过 但也看得出来 他越来越荣光焕发 他说 现在的岗位 经常能见到老板 高升的机会多着呢 没过多久 他的老板突然赶上要紧事 司机却有事回了老家 于是这工作就暂时给了我爸 第一天出门时 我爸特意换了一身正装 却忘了打领带 我拿着领带追出去几里地 生生在另一个村村口追上了他 他眼冒泪花 狠狠抱了我一下 从那天起 我爸的工作越来越顺利 一个月就能拿到两万块 加上一点积蓄后 我们家添了一辆面包车 车上系着喜红 俗气又让人欣喜 我看着爸妈喜笑颜开的模样 忍不住扬起大大的笑脸 会不会是算命的说错了 我不是穷鬼转世呢 没过多久 家里添置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我头一次被给零花钱的时候 惊得不敢伸手 我妈笑得不行 说以前家里也没这规矩 但我来了 听说城里的小孩都有 那我就也得有 我攥着那十块钱 一下红了眼 原来被人放在心上是这样的感觉 之后的日子 我们家过得越来越好 我爸妈虽然越来越忙 越来越辛苦 脸上的笑容却始终不减 他们永远是知足的 带着笑的 充满希望的 我在这样的环境下也渐渐找到归属感 只是偶尔还是会因为他们对我的好而感到受宠若惊 有一回 学校组织活动 我回去晚了 路上着急 不小心崴了脚 学校组织活动 我回来得晚了 路上只想着赶紧回家 却一不小心崴了脚 给村里的医生看过后 他说骨头伤着了 得去大医院拍片子 我一下子紧张起来 说我不去 我不想花钱 不想让爸妈更辛苦 我爸头一次对我黑了脸 不由分说把我塞进了车里 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 我爸找来活动病床 把我抱了上去 我妈一个劲 问我疼不疼 难受不难受 我鸽子懊恼地陪在一旁 我心里万分愧疚 一直没敢出声 很快到了电梯口 电梯却迟迟没有下来 正着急 另一个病床 冒冒失失撞了过来 哎 你们小心这点啊 不知道让让吗 话说到一半 戛然而止 我望着对面 一脸震惊的苏家人 也不由地愣住 只见苏月脸色痛苦地 捂住肚子 在病床上来回翻滚 旁边则是苏振夜和赵林 我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碰到他们 毕竟苏家一般有点什么 都是喊私人医生的 会气 碰见谁不好 偏偏碰见你这个丧门星 赵林嫌恶地翻了个白眼 苏振夜同样沉了沉脸 甚至把苏月的床往旁边挪了挪 仿佛生怕哀悼我 我看着他们尖酸刻薄的样子 心里只剩下冷漠 我爸妈跟哥哥看见苏月 本来还想关心一下 见状顿时来了火气 问他们怎么说话呢 我说错了吗 这个剑种就是丧门星 是穷鬼转世 赵林阴阳怪气地骂了一句 还想再说什么 却被旁边的苏振夜打断 他让赵林 别跟我们在这儿浪费口舌 跟他们待久了 穷气都要传染给我们 咱家刚投出去一大笔钱 别让这些人破了财运 苏振夜说这些话时 看我们的样子 仿佛在看臭水沟里的垃圾 闲雾又不耐 赵林文言连忙说是 随即张口便呵斥我们 让我们赶紧滚远点 别坏了他们家的财运 我爸火冒三丈 撸起袖子就想动手 却被我妈拦下 犯不上跟这种人动手 脏 我妈冷眼看着苏振夜夫妇 说怎么 这医院是你们家开的吗 你 不是你们家开的 你们凭什么对我们指手画脚 要滚 你们滚就是了 赵林像被戳到了痛脚 一下黑了脸 死死瞪了我妈几眼 她最后强压下火气 轻蔑一笑说 懂了 装什么装 要钱是吧 说完从包里拿出五百块钱 羊手甩到了我身上 这些钱赏给你们 不用对我感激涕零 只要以后别再让我看见 你们就行 刹那间 我爸妈怒火中烧 我哥更是攥紧了拳头 几乎要跳起来打人 却偏偏就在这时 电梯门刚好打开 赵林跟苏振夜轻蔑地扫了我们一眼 趾高气扬地进了电梯 我看着他们离开的身影 死死掐住了掌心 浑身发颤 我从没有一刻这么恨这两个人 无论他们以前如何苛待我 如何让我失望 我都没有恨过他们 但这一刻 在他们侮辱我家人的时候 我真的恨极了他们 我好想变得有钱 有钱倒也可以拿钱这样 狠狠甩到他们脸上 从医院出来后 我的腿被打上了石膏 我哥背我上车 身上却不小心掉出来一百块钱 苏振夜丢的几百钱 被我爸妈尽数塞给了医院一个清洁工 却没想到还漏了一百 我捏着那一百块钱 正不知所措 我哥却突然出声 说了句留着 不要白不要 我妈文言一下黑了脸 骂我哥没出息 这不是钱 是你妹妹的脸 知道吗 你敢要你就给我走 你去她家当儿子去 你妈妈妈 你能不能等我说完 我哥赶忙打断 说他才没想要这一百块钱 他想拿这一百块钱去买彩票 说不定咱一口气中 他个一百万呢 气不死他姓苏的 我妈张了张嘴 最后说哪有那么好的事 静默几秒 我爸在一旁忽然笑了 让我们别都丧着脸 他苏家爬那么高 说不定哪天就栽了 咱家不一样啊 咱家踏踏实实的 一步一个坑 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 说着他便一拦我妈的肩膀 说走 买彩票去 咱今天也花钱买个高兴 我妈还是不太赞同 最后却叹了口气 没有再阻拦 来到彩票店 我哥大手一挥 直接把那一百块全买了 我们买的是顶呱呱 当场就能对奖的 我爸妈分别刮了两张 我哥也刮了两张 只有我妈中了十块 但她从没弄过这些 发现中奖的时候 高兴地一下跳了起来 像个小姑娘似的 我也被她感染 心情渐渐好了起来 来 闺女 最后两张给你刮 我爸笑着递给我两张 我赶忙白手说不用 却被她硬塞了过来 捏着那两张彩票 我的心终于 稳稳当当落了地 这是我的家人 是我在这世上 最重要的羁绊 等回过神 我已经刮完了两张 抬头就见我爸 我妈 还有哥哥 都呆愣在了原地 就连彩票店的老板 也傻了眼 半晌 他憋红了脸 一拍桌子 中了 一百万 彩票店老板 喊出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们全家人都猛了 没人会想到 在这么小一个彩票店 我们能中这么大的奖 这概率 根本不是常人 能想象得到的 店老板却笑呵呵地说 都觉得中大奖的概率小 自己不可能中 但概率小不是没概率 总会有人中的 说不定哪天 就落到自己头上了 宁这东西 他挑人啊 我妈红了眼 捂着嘴又哭又笑 我爸跟我哥兴奋地 手舞足蹈 过一会儿 又过来一起把我抱了起来 我的乖女儿 咱家的大福星啊 哈哈哈哈 一夜之间 我们家从乡下的低保护 变成了家产百万的大佬 但我爸妈没敢声张 只跟几个走得近的亲戚提了提 虽然钱还没拿到手 但已经足够招人眼红 好在我爸妈平时帮衬了别人不少 他们眼红归眼红 却也真心替我爸妈高兴 老齐啊 你这日子总算熬出头了 是啊 以前你老娘身体不好 走前给你们留下一屁股债 这才拖累了你们 现在可好了 有了这钱 以后就能过好日子了 哈哈哈哈 大家一起努力 争取都过上好日子 很快 我爸拿回了钱 交完税之后 剩下差不多八十万 再还掉家里的余债 剩下的不多不少 我们换了辆好一点的车 随即在城里的黄金地段首付 加贷款买了房子 这笔钱眨眼间就花得干干净净 却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爸干活更加卖力 很快就得到老板的提拔 开始跟着去谈生意 偶尔有些饭局 他还会带着我们一起去 我吃到了很多 以前只听过却没吃过的东西 终于见识到了 所谓的有钱人该是什么样 只是我没想到 我们跟苏家的缘分会这么深 一次饭局 家里其他人都没时间 我爸就只带了我一个 我们过去的时候 一位秃顶的老板已经到了 他笑起来很和蔼 丝毫没有介意 多了我一个毛孩子 但入座后 他便跟我爸 还有我爸的大老板 攀谈了起来 对了刘老板 听说你们打算跟那个苏总合作 哎哟 真不是我故意说人坏话 这位苏总 你们可能看准了 这位光头杨老板 手舞足蹈地讲述了 那位苏总如何不行 说他的公司发展前景 原本挺不错 但耐不住 这人野心太大 竟然把一大半的资金 全都拿去投资了 结果呀 赔得一分不剩 听说之前为了这投资 他家就把下人都遣散了 现在可好 直接别墅都卖了 听到这里 我终于忍不住抬了抬头 而我爸跟我对视一眼 神情也有些复杂 正要开口说什么 就见房门被人一把推开 苏振业神色巨傲地 走了进来 然而看到我跟我爸的时候 他的脸瞬间一拉 眼底烧起怒火 你们怎么在这儿 我爸的老板杨总 见状一愣 忙解释了我爸的身份 随后表示 今天做东 就是请他们做一做 不谈要事 却不等他说完 苏振业就火冒三丈地打断 他们什么身份 也配跟我坐在一起 杨总闻言 脸上的笑容淡了几分 说苏总这是哪儿的话 苏振业的胸膛剧烈起伏 死死瞪向我跟我爸 仿佛我们有什么深仇大恨 我爸当即起身 拦在了我面前 问他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我恨不得弄死你们 就是因为上次在医院碰见了你们 才导致我的投资彻底失败 功亏一篑 文言我跟我爸都十分无语 甚至觉得好笑 苏振业却很是坚定 指着我咬牙切齿地怒骂起来 说从我出生起 家里就没有过一件好事 说苏家的产业一再衰败 都是被我克的 要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可能沦落到这种地步 像个丧家之犬一样 跟人抢骨头吃 这话一出 对面杨总的脸色 变得十分难看 我爸也勃然大怒 扯着脖子说 那都是他活该 跟我们又没关系 苏振业怒不可遏 大骂我是灾星 是穷鬼转世 说他如果留着我们 迟早也会被坑惨 说完 他冷冷腻了我一眼 这种小贱种 就不该出生 就该早点死在 他妈肚子里 姓苏的 你他妈有种再说一遍 我爸一下子炸了 冲过去抄起烟灰缸 就狠狠砸在了 苏振业头上 这一下砸得苏振业头上开花 也砸得生意没了 我爸被老板 责令回家歇两天 暂时不用干活 这意思 基本上就是要下放他了 我难受得 整夜整夜睡不着 甚至后悔那天跟我爸去谈生意 要是我没去的话 苏振业或许就不会发那么大的火 我爸也不至于跟他动手 明明 正暗中自责 我妈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我身边 她塞给我一个主鸡蛋 问我是不是又在想我爸的事 你爸都没放在心上 你一个小孩 老是操心那么多做什么 天塌了 还有我们个人高的顶着呢 我心里一软 憋不住问我妈 我是不是真的身上带着不好的气韵 我妈一下子笑了 说怎么可能 你忘了 要不是你那次崴了脚 咱家哪来的钱还债 跟买新房子啊 她半训斥半安慰 让我不许再想大人的事 真要有气韵这一说呀 你肯定是咱家的大福星 你爸之前的岗位虽然赚得多 但风险也大呀 说不定这次被下放 反而是因祸得福呢 我笑了笑 终于重新打起了精神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妈竟然一语成衬 大老板跟苏振业合作的项目黄了 损失巨大 偏偏在这时候 我爸这边负责的工程 却迎来一个大好的机会 一旦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公司的收益绝对十分可观 甚至有可能更上一层楼 得知这个消息 大老板高兴坏了 连夜把我爸叫了过去 等再回来 我爸已经笑得合不拢嘴 他说 大老板不仅就上次的事 跟他道了歉 还给他塞了个大红包 说是给我赔礼道歉 最后就是 他的职位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提升 甚至在听说我们在城里贷款买房后 他直接帮我们打点好了 那附近最好的中学 说等我们搬过去之后 我跟我哥立刻就能上好学校 我妈高兴地止磨眼泪 转头一把抱住了我 看到了妈明明 你可真是咱家的大福星啊 我爸跟我哥在一旁不明所以 却也大笑着附和 说是事事 多亏了我 我哥哥笑着 心里的迷茫 终于在这一刻彻底消散 我不是穷鬼转世 给苏家带来霉运的不是我 有了这一遭之后 我家没过多久 就搬进了新房 我爸愈发体面 每每出门 都是西装革履 我妈则找了个保姆的工作 担心现在的年轻人要求高 他还买了教程 学习专业的保姆知识 有不认识的字 他就问我跟我哥 学得十分认真 我跟我哥转到了最好的中学 学校里有初中部 也有高中部 且升学率很高 是大多数人的最优选择 然而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苏震燕竟然把苏月跟苏子瑞 也送到了这里 在校门口见到他们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是认错了人 不仅因为以前他们上的 都是私立贵族学校 还因为他们现在的变化 我跟苏月只有一面之缘 但从爸妈跟哥哥口中 也听说过不少她的事 他们说苏月的脾气一直不算好 但还算听话 在外人面前比较腼腆 一直都老老实实的 然而眼下 她正穿着流里流气的衣服 跟一个染了绿头发的校外人员 拉拉扯扯 好几次她的外套被拽开 露出了里面的小吊带 看起来十分暴露 苏月却毫不在意 只是满脸嘲讽地甩开那人 说了句 你一分钱都没有 带我去玩你妈呀 绿毛满脸讨好 继续跟她低声说着什么 我站在不远处惊得差点掉了下巴 怎么也没办法把眼前这个人 跟之前见过一次的苏月联系起来 更无法想象这是个刚上初中的未成年 却就在这时 学校里又走出来一人 不是别人 正是苏子瑞 苏子瑞本就是个顽固子弟 性子十分恶劣 以前没少欺负过我 如今身上吊儿郎当的气息只增不减 她从学校里走出来 只淡淡瞥了苏月一眼 随即转头就走 苏月却赶忙冲上去拽住了她 嚷嚷着要她给零花钱 苏子瑞抬手就甩开了她 说你他妈有病吧 跟我要钱 我他妈还没钱花泥 滚开 苏月被一把推倒在地 脸色顿时变了 爬起身就揪住苏子瑞的衣领 要打她 苏子瑞也瞬间来了火气 扯住她的头发扭打起来 我看着对面撕打在一起的兄妹俩 一瞬间甚至觉得荒唐 真不愧是一家人 苏子瑞 你们在干什么 就在我愣神之际 身后传来一声暴怒的呵斥 来的是赵琳 她从一辆看不出牌子的车里下来 身上穿着普通的家具服 脸上黑眼圈很重 看着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几岁 看见苏月跟苏子瑞在打架 她火冒三丈地冲过去 分开了两人 苏月上来便扯着嗓子告状 说苏子瑞打她 苏子瑞气恼不已 红着一张脸怒吼 说苏月拿她当提款机 则 你妹妹想要点零花钱 你给她不救世了 犯得上动手 赵琳教训道 苏子瑞顿时瞪大了眼 片刻后愤怒狠狠甩开了赵琳的手 她死死盯了两人一眼 转头就走 赵琳大怒 问她要去干什么 她恶狠狠骂了句脏话 随后大吼 从此以后 你们没我这个儿子 子瑞 苏子瑞 你要是走了以后 就别给我回来 无论赵琳如何发火 苏子瑞最后头也没回 而留下的苏月冷笑一声 随即便想赵琳伸手要钱 说没钱花了 赵琳的脸色十分难看 盯了她一眼没理会 我找到了那次给你算命的那个人 今天跟我再去算一次命 苏月顿时一脸不耐 说有什么好算的 赵琳却不管不顾 拉起她便要上车 却在这时 她在转头时 一眼看到了我 几乎立刻 她的眼底烧起熊熊怒火 近乎咬牙切齿道 又是你这个小贱种 你怎么就这么阴魂不散 苏月倒是对我没什么反应 更多的是轻蔑和漠视 我平静地看了一眼这母女俩 随即便准备离开 赵琳却拽着苏月走了过来 冷声质问 我在这里做什么 你是不是又有什么恶毒计划 剑种 我们当年把你养到那么大 到头来你却恩将仇报 我十分无力 连反驳的欲望都没有 赵琳却觉得我是心虚了 变本加厉地咒骂起我 她说她家里原本就要一飞冲天 却就因为那次的投资失败 直接导致公司资金链断裂 说为此 他们东奔西走 好不容易才有了第二次 东山再起的机会 结果又是你 赵琳眼底的暴怒 让我觉得她甚至想杀了我 跟之前的苏震燕一样 我谨慎地后退了半步 却被她冲过来 一把抓住了衣领 她偏执地认定 我来这里是故意的 又是为了害他们 你知道你把我们害得有多惨吗 你知道震燕被气得 差点跳楼吗 你究竟还要害我们到什么时候 你这个穷鬼转世的丧门星 我被她嗓得咳嗽起来 用尽全力狠狠踩在了她的脚上 而后趁她惨叫 迅速拉开了距离 妈 苏月健壮 脸上有了急色 转头就要来教训我 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 说的话下流又恶心 带着黄色和人体器官 我心底的怒火蹭一下 到了头顶 踢手便打了她一巴掌 替我爸妈 曾经养育过她的我爸妈 而教育她 苏月本就瘦小 被我打得直接转了个圈 摔倒在地 一旁的赵林健壮顿时疯了 冲过来就要扇我巴掌 下一秒 她的手臂被一只手稳稳挡住 来来来 有种朝我脸上打 我哥居高临下腻着赵林 有力的臂膀轻轻松松 便让她动弹不得 赵林暴躁不已 却怎么也挣不开我哥 放开我 小心我报警抓你 让你吃牢饭 让你再也出不来 她叫嚣着要踹我哥 我哥却在这时突然松了手 毫无预兆地 她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摔了个四脚朝天 路过的学生都止住了脚步 对着这边指着点点 赵林的脸色 已然难看到了极致 没等她爬起来 我哥便朝我使了个眼色 拉起我就跑 任由后面的人 如何气急败坏地跳脚 我们也没有回头 只等坐上公交 我跟我哥才彻底松了口气 他问怎么回事 那俩人有没有伤到我 我摇头 说了当时的情形 我哥当即给我鼓掌 说我打得好 可惜刚才恰好堵在校门口 要是打架 肯定会被学校处置 否则我非得给那老太婆 一顿教训 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一时间没开口 我哥拍了拍我的肩膀 让我别放在心上 他们一家人都是疯子 迷信到这种地步 去搞传销人家 都得被他们传销了 说着他严肃地盯了我一眼 说你看 你现在就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再不打起精神来 你就要被他们洗脑了呀妹 我被我哥郑重其事的样子 弄得哭笑不得 没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回到家后 我们也默契地没跟爸妈说 都不想让他们太操心 眨眼两个月过去 我们的生活一直平静但充实 唯一大的改变 就是我爸赚的钱越来越多 他遇到的机会越来越多 能力也越来越强 前不久 在老板的奖励和帮助下 直接提了一辆宝石节 自此 我意识到 我们家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而让我更开心的是 很快我爸又迎来一个大好消息 晚饭的时候 我爸一直在哼歌 看起来心情颇好 我妈问他嘚瑟什么 说别觉得有点小钱了 就能骄傲 我爸笑嘻嘻地说老婆说的是 随后哼歌的声音更嚣张了 我哥健壮眯了眯眼 问我爸是不是赶上什么好事了 我爸努力捧着嘴 笑还是从嘴角溢了出来 最后他忍不住咧嘴大笑 说你小子 鼻子真灵 不过现在也还不能说完全确定吧 我爸骄傲地晃了晃脑袋 说他们集团有个子公司的负责全腾了出来 不出意外 老总打算交给他 以前都是给人打工 这件事一旦成了 以后就是人家给咱打工了 到时候你爹我呀 就是有资产的人了 听到这话 我哥十分惊喜 我妈也惊讶不已 问他是不是真的 我爸笑得何不拢嘴 说明天就会有结果 这样 明天中午咱下馆子去 成了就当庆祝 不成就当给咱家打气 我妈轻笑着捶他 说他倒是会找借口 我哥高兴得快要上桌子 说那他以后也是有家产要继承的人了 我爸却携他一眼 说那得看你本事 我还有个宝贝女儿呢 将来你要是比不过他 这家产嘛 给你分个零头就行了 爹 我哥狂怒 拉着我爸要跟他好好掰扯 我笑得前仰后合 心里还有些小得意 真好啊 我们一家人 第二天中午 我爸果然带着我们一家出了门 然而就在来到餐厅门口 我爸忙着停车时 两道身影突然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让我上扬的嘴角一下僵住 苏贞夜跟赵林 看见这两人的第一眼 我下意识的想法便是逃避 不是害怕什么 是反感跟恶心 我现在的生活已经满满当当 他们却一次一次非要来破坏 我自认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他们的事 却被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折磨 沉了沉气 我跟爸妈打了声招呼 说我想下车跟他们说清楚 我爸却拦住了我 说有什么好说的 他斜眼腻了那两人一眼 话语霸气侧漏 说 我倒要看看 今天他俩谁敢过来找麻烦 看我不用我的保时捷创死他们 我妈满脸无语 却没有说话 就连我哥都一副吊炸天的模样 暴毙冷眼看着外面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错失了下车的良机 苏振业跟赵琳已经快步走了过来 却就在我续足里准备跟他们大战 一场的时候 苏振业的表情却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他并不想之前一样满含怒气 而是微微带着笑 来到我爸车旁 他甚至好声好气敲了敲车窗 明明是我们 我们有话想跟你说 模糊的声音隔着车窗传进来 我一瞬间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然而看外面人的神情 似乎又不像在开玩笑 因为就连赵琳都不再是那副刻薄 恶毒的表情 而是神色躲闪 带着些小心翼翼 顿了顿 我摇下了车窗 苏振业沧桑的样子映入眼帘 让我略有些吃惊 不过即便如此 他还是穿着高定西装 打了发了 一副人上人的模样 我看着他 泛着红血丝的眼 问了一句什么事 他立刻挤出个笑脸 眼底的金光一闪而过 他说之前是他们错了 无论如何也不该那么对我 我们其实知道你是好孩子 只是家里的坏事一件接着一件 我们这情绪难免有时候会失控啊 所以你们就把你们的痛苦 全都加倍发泄到了我身上 我忍不住回了一句 心脏处微微泛起涟漪 忽然想起很小的时候 他们把我丢给保姆阿姨照顾 有一次他们请人来家里做客 保姆也得过去伺候 我一个人躲在厨房 像他们家里一只见不得人的蟑螂臭虫 可这只臭虫不小心在上洗手间的时候 撞到了人 是他们请来的客人 那客人觉得我是下人的女儿 大发雷霆 说我弄脏了他昂贵的衣服 最后拽着我的脖子 把我丢到了苏振业他们面前 要他们惩治我 而苏振业跟赵林 我当时的爸妈 就那样心安理得认下了 我是下人的女儿 他们狠狠训斥了我 让保姆脱了我的棉衣 罚我面壁 我饿着肚子 受着动占到半夜 最后晕了过去 却直到天明才被人发现 可即便如此 那次的生意也黄了 苏振业很生气 大骂我是扫把星 让我离开他的视线 赵林很不理解 说他生之前 明明找人算过 这一胎命很好 为什么出来 却是这么个讨命鬼 这个问题 一直困扰了他们很久 直到后来发现 我是被报错的 再次看向苏振业 我十分好奇 他们现在这是想干什么 于是我便问了 苏振业似乎被我的沉默 弄得有些不快 示意了一下 让旁白的赵林说 赵林更加不乐意 却还是朝我挤出了个笑脸 明明啊 我们其实也没别的意思 今天过来 就是想跟你道个歉 毕竟也有那么多年感情呢 这以后还是一家人 谁跟你们有感情 我吗 我指了指自己 声音淡得没有一丝起伏 赵林脸色一僵 嘴角瞬间垂了下去 见他不愿再说 苏振业不得不重新开口 说他们的确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我们知道你现在过得很好 所以也不奢求别的 说着他长叹一声 说那天在学校门口的事情 他听说了 你也看到了 月月跟子芮都被我们惯坏了 现在根本不成样子 我们也只是 说到这里苏振业顿了下 看向我的目光中 透出一丝巨傲 这么说吧 我想把苏家的家产交给你 这句话一出 车内车外都沉没了 几秒后 我哥憋不出 发出一声喷笑 不好意思啊 请问你们苏家 现在还有什么家产 是那间几十平的小房子 还是眼下的一屁股债 你 苏振业顿时恼火 说你懂个屁 我苏家再怎么样 也是世家大族 是有底蕴的 像你们这种乡下来的 就算再有钱 也只是上不了台面的土包子 根本不会懂得 人上人的地位 有多尊贵 有多重要 话说完 他呼的一顿 忐忑地看向了我 我静静看着他 说我也是乡下来的 而且苏先生忘了吗 是你们急言力色 把我赶出家门的 是你们说我是丧门星 不配跟你们成为一家人的 是你们说我是穷鬼转世 会破坏你们财运 所以连看 都不想看见我的呀 苏振业和赵琳的脸色 一下变得难看至极 还想张口说什么 却被我打断 我看着他们难堪的神情 轻声说 我们现在的确不配 成为一家人了 话落 车窗缓缓合上 我爸开着车 继续找车位 嘴里骂骂咧咧 说刚才就该早点关上 给那个姓苏的 加个大包 让他舔着那张大脸 来恶心人 我哥却说 那会儿棺材正好 我妹刚好打完他们的脸 霸气侧漏啊 车上叽叽喳喳 好不热闹 我却只疑惑一件事 他们为什么 突然对我变了态度 不可能是什么 突然醒悟了 后悔了 以他们的为人 更有可能是 碰到了什么事 我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我们吃完饭 从餐厅出来 我妈落了东西 说要回去拿 我不想她来回跑 率先硬了下来 回到餐厅的时候 我却意外 又看见了苏振业夫妇 他们坐在角落的位置 吃的是价格不菲的套餐 正神色愤慨地讨论着什么 我本来不想多听 却在听到赵琳提到算命的时 停住了脚步 你当我想看他们一家 那副嘴脸 要不是当初 那个算命的糊弄人 我再怎么样 也不可能把他赶走 赵琳沉着脸说完 气得直接丢了参叉 苏振业自顾自吃着 脸色却也十分难看 他说不管怎么样 现在当务之急 还是把我齐鸣 带回家 话音刚落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接起之后 他嘴上殷勤地问着好 神色里却满是不屑 似乎并不怎么看得起 对面这人 之后不知道 对面说了什么 他的嘴角一下拉了下来 王总这是什么意思 我在不济 也是苏家后代 难不成还能骗你不成 对面的赵琳健壮 立刻拿眼神示意 让他不要发火 苏振业勉强压了压火气 又敷衍了几句才挂断 随即便火冒三丈 骂对面的人不识抬句 我之前投资失败了 又怎么样 苏家家大业大 有的是钱让我挥霍 再说 要不是因为家里的福星 没在 我怎么可能次次失败 竟然说我不懂脚踏实地 让我去给别人打工还钱 他有什么资格 对我指指点点 赵琳文言也唾骂了两句 最后说 当务之急是解决眼前的问题 那个齐鸣可是真的福星 你没看他们家 现在越混越好了吗 得想办法 让他回来 咱身边待一段时间 那个算命的不是说了吗 只要他在旁边 生意就一定能成 听到这里 我只觉得可笑至极 忽然想起 那天在学校门口 赵琳提到过 要带苏曰再去算一次命 所以他们后来真的去了 结果算命地说我才是福星将士 心里的嘲讽 几乎要一出来 我没再往下听 抬脚离开了餐厅 回去后 我妈问我怎么这么久才回 我找了个借口含糊了过去 没有提他们的事 因为我不想再跟他们有任何联系 我已经十分坚定 无论苏震业他们说什么 做什么 我都不可能再多看他们一眼 哪怕他们跪下来 求我也不可能 可那是我并不知道 我太低估一些人的恶心程度了 一个月后的某天 我爸妈忽然上了当地新闻 不是好事 是被骂上去的 各大短视频平台都在推送 说我爸妈为人太恶毒 说苏震业 我的养父 养育了我十二年的人得了病 如今唯一的愿望 就是能多看看我这个女儿 但我家人却死活不允许 还对他们态度恶劣 配的视频是那次停车场 我们在车内 而苏震业夫妻在车外说话的画面 还截取了部分 我哥在校门口推倒赵林的照片 一时间 我们全家都成为众矢之地 尤其在得知我家这些年日子 越过越好后 不少人都觉得我爸妈 是有了钱就没了人性 说他们忘恩负义 不懂为人父母的艰辛 说我哥不懂得尊重长辈 是个社会渣子 给我哥的学校打举报电话 要求开除他 也有人在骂我是白眼狼 养父病成那样 却不知道去看一眼 我要是他养父 这种女儿真的不要也罢 说真的 我也是领养的 但我跟我爸妈的关系 真的比亲的都亲 依托答辩 一家人就是一家人 都一样的冷漠自私 听说他养父家里还破产了 现在过得十分艰难 这社会真是 好人反而不得好报 我看着网上一条又一条评论 一种无力的痛苦浮上心头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但我不能忍受我爸妈和哥哥受到牵连 他们那么好 凭什么要无端受到这种伤害 想到苏振业他们的嘴脸 我甚至恶毒地希望 他干脆死在医院好了 他们是养了我十几年 可那些年 我自卑 崩溃 抑郁 无比痛恨自己的出生 他们养着我 却让感觉我生不如死 如果不是我爸妈和哥哥 我即便不死在苏家 恐怕也会死在社会的某个角落里 等尸体烂了 才被人发现 而现在 他们却靠着一张嘴 把自己的恶毒跟自私摘得干干净净 把自己标榜成了道德高尚 重情重义的好人 他们也配 想到这里 我当即就想找去医院 不想走出房间 却见我爸妈跟哥哥 都已经等在了客厅 爸 妈 准备去找他们算账了 我爸问 我抿了下唇 没有出生 我哥冷笑一声 说你一个人哪能够 要算账 咱就一笔一笔 跟他们算清楚了 我妈点头 向来那脸温柔的面容 此时格外素冷 带着不容忽视的威压 我很少见我妈生气 眼下却切实感受到了她的怒火 悬着的心一下着了地 我看着眼前的人重重点了下头 去医院的路上 我跟我爸妈 哥哥都做足了准备 既然要打 就一下打得苏振业他们站不起来 很快到了医院 我一个人上了楼 然而看到苏振业的那一眼 我就知道她是在装病 压了压心底的怒气 我大步走了过去 苏振业跟旁边的赵林 看见我结实一顿 紧接着便琪琪露出了笑脸 快 快让冥冥进来 苏振业忙吩咐了一句 还装模作样咳嗽了两声 我看着她红润的脸心里一阵嘲讽 一言不发走了过去 齐鸣啊 你看这是弄得 我们也不是故意的 是你爸一个新闻社的朋友过来看她 回去不小心把这件事传了出去 赵林微笑地看着我 说她也没想到会被有心人编排成这样 我无动于衷 问了一句编排成什么样了 赵林嘴角一僵 顿了下才说道 我们知道你是好孩子 你爸妈他们也不是 故意不让我们见你的 那你们为什么不解释 我定定看着赵林 问她为什么不找人澄清 为什么要任由别人污蔑我爸妈和哥哥 因为你们就是故意的 就是为了道德绑架我 逼着我过来 因为你们又找了算命的 对方说我不是穷鬼转世 而是福星 而你们好吃懒做 一心只想着不劳而获 现在需要我过来给你们赐福 好让你们的生意顺利谈成 我说得对吗 赵林脸上的笑一点一点消失 最后终于冷了脸 而后面苏震燕的表情也十分难看 似乎不敢相信我什么都猜到了 在他们眼里 我或许还是两年前那个胆小自卑 人人欺压的桑门星 不知道过了多久 苏震燕的脸色终于有了变化 他坐直身体 神情慢慢沉了下来 说既然我都清楚 那他也没必要再隐瞒 我们的确是有这个想法 不过呀 齐鸣 我们好歹养了你那么大 给你要点回报不过分吧 就是养条狗 狗都还知道摇摇尾巴 讨好主人呢 我看着面前的人 低声说了句 如果我不呢 不什么 不愿意留下来 不愿意帮你们 我说他们是在我身上花了钱 但我在苏家多久 就被抛弃 折磨了多久 你们没有一天 尽到过为人父母的职责 那他们又凭什么 要求我付出回报 苏贞叶却笑了一下 说那又怎么样 他们本就不是我的亲生父母 齐鸣 我们没别的要求 只要你安安分分地待着 我们的生意谈成了 以后你想要什么 我们都可以给你 但如果你执意让我们不好过 那我们也不会让你家好过 话音刚落 病房门被人一把推开 苏先生准备让他们怎么不好过 门口 我爸妈跟一名 举着摄像机的记者走了进来 那记者满脸愤慨 进来就怒斥苏震叶 道貌黯然 要不是齐先生找上我 告诉了我真相 恐怕现在所有人 都被你们骗得团团转了 煞时 苏震叶跟赵林大惊失色 赵林更是急言力色 呵斥让记者出去 出去就出去 我会把你们丑恶嘴脸发布到网上去 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的真实面目 记者说完转头便走了 留下赵林更是傻了眼 急切地看向苏震叶 苏震叶慌了神 说你看我干什么 还不赶紧去追 不管花多少钱也得拦下他 我爸冷吃一声 拦住赵林说晚了 我们早已经在网上发了澄清视频 你以为就凭你们那些结了半辣的东西 就能糊弄所有网友吗 现在的人都人精一样 都猜到会有反转了 赵林一脸不相信 慌忙拿出手机看 接着一张脸就瞬间铁青 几秒后 他怒不可遏地狠狠砸了手机 大骂我爸妈心思歹毒 你们就是故意的 故意让我们上套 上不了台面的垃圾 你们简直不得好 啪 没等赵林骂完 我妈一巴掌 狠狠打在了他脸上 赵林一下正住 几秒后爆发出一声尖叫 仰手就朝我妈打了回来 你这个贱人 你凭什么打我 我妈二话不说 啪得又甩了他一巴掌 赵林我告诉你 齐悦在我们家的时候 我们从没让他受过一丝委屈 我们尽全力给他最好的 但我们的女儿在你们家 却受了那么多年的委屈 好不容易他回到了我们家 被我们养得好好的 你们却不要脸地又贴上来 纠缠他 欺负他 妄图利用他 你们何止不配做父母 你们连人都不配做 话落他一巴掌又打了过去 赵林被打的人都猛了 加上他本就是个弱不禁风的女人 在我妈这个天天干活的人面前 根本没有丝毫还手之力 不远处的苏震燕 见状火冒三丈 起身就要来教训我爸 一下子病都好了 却不等他开口 我爸一句话 让他再度变了脸 我爸说 还有啊 你不会真以为 有什么福星将士 跟穷鬼转世的吧 苏震燕问我爸什么意思 我爸怜悯地看他们夫妇一眼 说那个算命的 就是个骗子 刹那间 苏震燕跟赵林的表情 仿佛是天塌了 你们说什么 不可能 我不信 赵林难以置信 说那算命的 明明算得很准 轻轻松松就说出了 苏震的生辰八字 而且还算到了 他们当时捡了钱 我爸一副看傻子的模样 吃下了一声说不信是吧 就知道 你们不信 随后 他拿出手机 给我哥打了个电话 不消片刻 他挂断手机说了一句 已经在上电梯了 马上就到 赵林面露警惕 问什么人 马上就到 我爸没说话 就在几秒后 房门再次被推开 我哥揪着那个算命人的衣领 把他拽了进来 当看见这个算命人 心虚的神色时 苏震燕跟赵林终于明白 那时的一千块钱 不是他们捡的 而是人家算命人的鱼儿 赵林的脸 瞬间没了血色 亮呛几步一下 跌坐在了病床上 苏震燕则暴跳如雷 叫嚣着要冲上去 打死那个算命的 被我哥跟我爸抬手拦住 我哥逆了他一眼 一如那年我 被他赶出家门时 他看我们兄妹的眼神 贤物又轻蔑 我妹不是什么福星 但更不是穷鬼转世 她是我们家的福气 所以能给我们带来好运 至于你们这种 只会怨天尤人 一点正是不干的废物 就算给你们一百个我妹 你们也发不了财 苏震燕面如死灰 颤抖着嘴唇 说不出话来 这场闹剧 最后以苏震燕跟赵林 被警察以侵犯隐私 肖像权等罪名 带去拘留问话而结束 我们一家的清白 也终于找了回来 此后再也没有所谓的福星 或者穷鬼转世一说 我哥考上国内一流大学的时候 我爸的事业蒸蒸日上 我妈也已经不做保姆 成为了社区的爱心大使 负责一些社会公益和帮扶活动 还经常会回到我们以前的村子 帮忙建设更好的生活环境 我也从一个自卑怯懦 没有安全感的孩子 长成了意气风发的祖国花朵 而苏家 听说后来彻底垮了 苏震燕便卖了所有能卖的东西 还补公司的缺漏 最后还是背了一屁股的债 苏子瑞从那次跑了之后 就再也没回去过 苏月则彻底坏了根 听说已经大着肚子 跟人定了婚 而更倒霉的是 苏震燕后来真得了病 肾病 十分不好治 再后来 他们彻底销声匿迹 再次想起过往 我只觉得已经远得恍如隔世 对苏家人也没了怨对和痛恨 毕竟人在幸福的时候 过往那些痛苦 就会显得无足轻重 后来我又见过一次那个算命的 他已经不做骗人的勾当了 我问他是不是真的有命运这一说 他说运是有的 但命运就不好说了 否则那哪吒也不能逆天改命了 我笑了 想想也是 命是有的 不过不是天定 是自己定 算命的又说 说到底还是勤劳致富 苏振业出身那么好 但凡舍得动动手脚 也早该有收获了 我点了点头 是啊 倘若你想摆烂 那就接受你的结果别 怨天尤人 倘若你想有所得 那就别妄图坐享其成 人生在勤 不所合祸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冷笑着拨出一通电话 得知我弟身份 他们跪地求饶 和弟弟在苍蝇馆子吃饭 男友于立东突然打来电话 指明道姓地问我 千语寒 你给你弟赚了十万块 我弟从电脑屏幕前抬起头 他拿出手机 看了一眼屏幕 上面是我给他的转账 转账的时间 和于立东打来电话的时间 前后相差不到一分钟 我把手机放桌上 开了免提 你怎么知道转账的事 于立东的吃笑声 从听筒传来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你现在让你弟弟把钱转回来 那是我们的钱 你怎么可以不经过我的允许 就把我们的共同财产 转给别人呢 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 我们的将来 于立东不愧是 专生本失败两次的高财生 轻轻松松就能自我理解 共同财产这四个字 我握着汤匙 轻轻搅动着碗里的甜汤 略微粘稠的液体 在旋转中泛起小小的涟漪 于立东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们没有结婚 也没有领证 所以现在的你 是用什么身份 于立东急匆匆地 打断我的话 你不要转移话题 我现在说的 是你挪用我们 共同财产的事 你弟不过是上了个大学 你就给他十万块 你有这钱 不如给我还房贷 那是我们未来 要住的房子 那才是我们的家 我平静地回答 于立东 你的房子加我名字了吗 难道你不住 于立东阴阳怪气 怪不得我妈说 你是个伏地魔 伏地魔 我请问呢 年入千万 全数上交的弟弟 我不服他 我服谁 七年前爸妈意外过世后 十八岁的我和十三岁的弟弟 相依为命 我脑子不够聪明 给我再多的钱 我只会放在余额宝里赚收益 弟弟脑子特别好使 初中的时候就已经靠炒股 把爸妈留下的存款 翻了几十倍 赚了钱 他不花 都转给我 弟弟说 爸妈不在了 他和钱 就是我未来的底气 迄今为止 他给我转了现金一千多万 房产 汽车那些 还没有算在其中 而我每次给他的大额转账 他都拒收 只有几十几百的这种 不到我存款零头的转账 他才会开心地收下 还会回我一句 谢谢姐姐给的零花钱 给足了我情绪价值 与其说我是伏地魔 不如说我弟弟是伏姐魔 反观只会向我卖残 索要钱财的余立东 他连我弟弟的一根腿毛 都比不上 生命没有败笔 只有撒笔 余立东就是那个撒笔 你把给你弟的十万块钱 拿回来啊 否则我们的订婚宴 只能无限期延后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强忍着恶心说违心的话 你别生气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不能没有你 余立东听出了我的示弱 开始大放厥词 订婚那天 你把给你弟的那十万块 拿回来 打我卡里 当作我们的装修款 另外还要带五十万嫁妆 给我买车 听懂了吗 我温声细语地回答道 包的 挂断电话 我便看见 我弟神色怪异地看着我 姐 你要和那个软蛋订婚 不是 姐 你订婚不叫我去吗 我眼疾手快地 往他嘴里塞了个虎皮鸡蛋 这回就不叫你了 下次一定 订婚那天 我没让我弟来 我担心他来了 会影响我发疯 傲不 发灰 余立东他妈赵采凤 见我背后无人撑腰 火速换了 负尖酸刻薄的嘴脸 你们年轻人说得对 彩礼是封建陋席 这钱我先收回去 等你们领证后 你再添点嫁妆 就够装修新房了 赵采凤收起准备好的 十八万八彩礼 又当着于家人的面 给我立规矩 彰显自己婆婆身份的同时 顺带拿捏孤苦无依的我 小韩 长辈们都没落座 你怎么好意思先坐下 赵采凤说话的时候 我的翘臀 正悬在座椅上方 我眨眨眼 听不懂 欧斯密达 想对我进行服从性测试 笑死 我压根就听不懂你的言外之意 于立东却硬生生把我拽了起来 疯狂地朝我拾眼色 雨晗 我妈和你说话呢 你别装傻冲愣啊 在我们老家 新媳妇做这些都是应该的 他们有手有脚的 落座还需要我来安排 我无语至极 但为了不失我的温柔本色 我促着眉微笑 用真诚的眼神看向于立东 你确定要我来安排 于立东有一瞬间的迟疑 但我并未给他后悔的机会 天知道我体内的造欲因子 早就蠢蠢欲动了 送上门的解气火把 不用白不用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 活动着手腕 往于家长辈的方向走去 离我最近的人 是于立东的小姨赵思凤 赵思凤从走进包厢开始 就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表面上不客气 实则也是充满鄙夷 我拽着赵思凤上衣后领 往座位的方向脱去 到了位置 我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用力往下一按 把他牢牢地按在座位上 仔细还能听到 骨骼发出的嘎吱响声 赵思凤的嘴巴张得大大的 从喉咙深处爆发出的叫骂声 响彻整间包厢 哎哟 你这个贱蹄子 要死啊 这么大力 松手啊 你想掐死我是不是 他用眼神刀我 我保持着人畜无害的笑 小姨啊 你可真没礼貌 说话的同时 我手下也在暗暗用力 赵思凤心中虽然不满 但他为鱼肉 我为刀组 他不得不放软自己的态度 用讨好的语气和我说话 生媳妇 我这张臭嘴 真该打 我不敢了 你先松手好吗 我侧头看向赵采凤 我安排好小姨了 其他长辈也需要我来安排吗 赵采凤看着自家妹子痛苦的表情 不自觉地吞了口口水 开始学会说人话 行了行了 都落座吧 都是自家人 别客气 于家人各自落座后 交头接耳地说着话 时不时地用眼神瞟我 当面屈屈我 我低头看手机 不加理会 直到一道尖酸刻薄的声音 打断了满式的喧闹 立东也老大不小了 该把生孩子的任务提上日程了 赵采凤听了这话 立马来劲 小韩 你姑妈这话说得没错 我们于家是体面人家 不需要儿媳妇抛头露面出去上班 你的任务就是赶紧给我生个大胖孙子 结了婚以后 你也别整天想着回娘家 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 你得好好伺候我和你公共 要不然我要儿媳妇干嘛 我侧头看向于立东 于立东心无旁骛地吃着菜 似乎并不觉得赵采凤说的话有任何问题 我深吸了几口气 但还是压不下心头的躁愈 我伸手狠狠地掐着于立东的腿侧嫩肉 于立东的面部肌肉扭曲着 他拉开我的手 严肃地说 长辈都在 你别胡闹啊 看着于立东痛苦的表情 我心头的躁愈之气得到些许疏解 我闷着笑 看着赵采凤说 孩子肯定是要生的 要不然结婚干嘛 那带孩子和孩子的花销 全得婆婆来出 要不然我要婆婆干嘛 婆婆就是用来带孩子的 你得做个好婆婆 要不然晚年凄惨 可没人理你了 我的话让一生追求体面的赵采凤又羞又怒 她的脸色阴沉得几乎能滴出水来 眼角的鱼尾纹更是深了几分 她穿着价值不菲 但极不合身的墨绿色旗袍 顶着尊贵的婆婆头衔 嘴巴里却说着难听的话 没规矩 女人就应该贤惠 长辈说话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胡乱插嘴 更不能随随便便顶撞长辈 我保持着得体的笑容 第一次给别人当媳妇 我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会做的我不做 因为学不到新东西 不会做的我不做 我都不会做我怎么做 急的是我不做 急了容易出错 不急的是我不做 不急我做什么 包厢里的空气 仿佛凝固了一般 我看向一旁 仿佛引了身的余力东 对了 结婚以后 你得雇三个保姆照顾我 一个给我洗衣做饭 一个给我梳妆打扮 还有一个要会说话 哄我开心 余力东一副吃了屎的表情 你有手有脚 要什么保姆啊 我的双眸紧紧地盯着她 余力东 我说的这些 你能做到吗 你要是做不到 我为什么要嫁给你 以我的条件 找个有车有房 不需要我出装修款 不需要我还房贷的优质男结婚 不过是易如反掌的事 余力东的嘴巴微微张开 似乎想要反驳 不过我没给她说话的机会 你妈羞辱我 给我立规矩 你是一言不发 我回了几句 你妈到几声惨 我就是无理取闹 余力东 你真够贱的 余力东沉默了几秒 不耐烦地说 我努力赚钱 不就是为了早点装修婚房 好娶你过门吗 我们走到这一步不容易 你就当为了我 暂且收收自己的小性子 行不行 我轻吃一笑 娶谁都需要努力赚钱 但你不要说 为了我而努力这种话 难道没有我 你就不娶别人 不给别人彩礼了吗 还有 我想你心里清楚 你努力赚钱 是为了自己吃好喝好 人钱有面 并不是为了我 这口大锅 别往我身上甩 余力东被我拆穿了自己不为人知的小心思 眼底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愤怒 你非得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吗 他的语速快而尖锐 赵采凤嘴角下拉 说出的每一个字 都像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一般 充满了讥讽和不屑 我儿子那么优秀 喜欢他的人能从这里排到故宫门口 你信不信 微信 与家人看热闹的同时 也不忘吃吃喝喝 我一把按住正在转动的玻璃转盘 眼疾手快地把全桌唯一的荤菜烧鸡 放到自己面前 15人的餐桌 上的菜同共一荤六素 外加一道紫菜淡花汤 我随便说几句骚话都比这一桌子的菜来得婚 这能叫订婚宴吗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谁家见不得婚的白席呢 赵采凤脸色阴沉 没规矩的东西 你怎么好意思吃毒食 我轻飘飘地看了他一眼 当着于家人的面 把烧鸡的里里外外都舔了一遍 连鸡屁股都没放过 赵采凤气急了 破口大骂 你就是个跛脚的残废 是我儿子看你可怜 他愿意娶你 已经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了 你别给脸不要啊 我忙着吃鸡 随意应付 嗯嗯 你说的没错 赵采凤越发起劲 女人都是菜子命 落在哪儿就得认命 哦呦呦 哪来的封建糟粕 我丢下鸡骨头 拿了一张纸巾 优雅地擦着嘴边的油渍 菜子长得好不好 不是看得怎么样吗 长得不好 只能说明这块地太烂了 更遑论时代变了 女人早就不是菜子命 她们是蒲公英 有风吹来 她们就能换个地方 重新开始新生活 赵采凤用手摸了摸不存在的泪 可怜巴巴地看着大家 你也别说我们送家人磕待你 等我和老头子都走了 钱不全是你们的 于立东趁机来拉我的手 你看咱妈多疼咱们 都是一家人 说什么两家话 今天是个好日子 你给咱妈赔个不是 你没礼貌顶撞她这件事 就这么过去了 于家人也帮着于立东说话 就是啊 立东媳妇 今天可是你们订婚的大好日子 一家人就该和和气气的 和气才能生财不适 订了婚的人也该长大了 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自己好好思量思量 她们好虚伪 表面一套 背面一套 不像我 北京一套 上海一套 深圳还有一套 赵思凤好了伤疤忘了疼 她仗着坐在离我最远的位置 暗戳戳地内涵我 要我说 没妈交的女儿 确实没教养 我以后可得让我的儿子 擦亮眼睛 千万不能找这种刺头进门 要不然 我非得活生生被气死 我素质抱强 只攻不防 根据公式 两点之间 直线最短 我手脚并用地 从餐桌上爬到赵思凤面前 一手揪着她的衣领 一手将饭碗高高举起 用最温柔的语气问她 小姨 你刚刚说什么 我离得远没听清 你可以再说一遍吗 啊啊啊 你松手 我什么都没说 你听错了呀 赵思凤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挣扎着往后躲的时候 不小心连人带衣倒在地上 啊啊 我的腰 我的腰好像分家了 要组 快救救妈 赵思凤那如珠似宝的小儿子要组 正沉迷游戏 听到亲妈的呼救 她慢悠悠地 从手机屏幕前抬起头 妈 你再等等 我打完这把 就来扶你 药祖刚说完这句话 游戏里传来了队友的语音 救救我 救救我 药祖火速开麦 你躺那里别动 我马上过来救你 可真是个好队友啊 我满意地转过身 顺势坐在餐桌上 怎么了 看着我这张这么漂亮的脸 没得吃不下饭是吗 赵采凤的丈夫汪大勇喝了点马尿 心高气傲 摆着一张臭脸教训我 男人是天 女人是地 天大地大 男人最大 你瞪我做什么 我说的不对吗 女人就得学会三从四德 这才是贤妻 我眼睛一眯 三两步爬到汪大勇面前 你教训得错 汪大勇长得跟个库尔勒乡里似的 见我突然凑近 他的眼睛瞪得溜圆 几缕尤德发亮的头发 顽强地贴在额头上 我的左手掐着他的下巴 右手抓起一团米饭 就往他嘴里塞 你是哪个粪坑里爬出来的脏东西 开口就是喷 我倒是想看看 这饭能不能堵上你这张臭嘴 他的双手无意识地摆动着 但在我的禁锢下 他挣脱不了半分 我嫌弃地别开眼 咽下去 一粒都不能露出来 要不然打断你的腿哦 好 听 你的 汪大勇向来是吃软不吃硬 我转过身 视线不紧不慢地 在包厢里所有人的身上游移 他们的眼神有轻视 有愤怒 还有恐惧 都说婆家人对新媳妇的态度 是取决于未来婆婆 赵采凤从心底看不起我 于家人便落井下石 肆意折辱 细节见人品 小事见人心 我露出一个自认为和善的笑容 家人们 好笑吗 小一项只翻不了身的老乌龟 小姨父吃饭吃到红温了 好奇葩的一家人呢 于家人大气不敢出一个 于立东的脸色沉如墨水 雨晗 今天是我们订婚的日子 你准备闹到什么时候 你在外面如何发疯 我不管 但在我家人面前 你是不是应该收敛一下自己的脾气 我不以为意地看着她 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脾气不好吗 如果你不能忍就好好反省一下 为什么别人可以忍就你不行 于立东的脸色 阴沉得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 乌云密布 不到一丝光亮 我转头看向赵采凤 对了 订婚的是暂且放放 我不喜欢未来婆婆是个活人 你什么时候死 我提前准备一下 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 赵采凤大概是被我气到了 靠在于爸怀里 故作痛苦地喘着气 老头子 你说句话呀 于爸的眉头 促成穿字 他还没开口 我又接着说 于叔 你也别担心赵姨死了以后 你晚年无伴 我好友列表里 一大堆优质老太太 他们都是有钱人 五六十岁的年纪 小脸蛋还嫩得能掐出水来 你再看看你身边的黄脸婆 是不是半夜醒来 看到这张脸都会被吓到的程度 六十多岁 正是当坠婿的年纪 听我一句劝 伺候好老太太 让你的晚年过上这辈子都处之不及的富贵生活 那不是分分钟的事 于爸眼神微动 小心思明晃晃地展露在他那张老脸上 到底是多年夫妻 赵采凤怎么会看不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啪 一记响亮的巴掌落在了鱼霸的脑门上 臭不要脸的老东西 赵采凤骂完他 又转头骂我 你 你不是好歹 我也是为你们夫妻俩的将来着想 你竟然咒我死 我懒洋洋地应付着 是啊是啊 我都咒你了 你要是识相也该自己去死了 你 你 你 赵采凤你了半天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但凡他有个幼儿园文凭 也不至于像个哑巴一样 反反复复就这一个词 真无趣 这婆婆质量不太行 下回得换个耐造的 我跳下桌子 伸了伸腰 拿起几十万的包包往外走 于立东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 声音提高了几个分贝 千语涵 你准备去哪里 马上给我爸妈道歉 我头也没回 于立东气急败坏地朝我吼 千语涵 你就是个有精神病的残废 除了我 谁还愿意娶你 于立东说这句话的时候 已经走到了门口的我头脑开始发胀 呼吸也随之急促 我的手伸进包里准备拿药 恰好瞥见路过的服务员端着一盆硕大的猪头 我的四肢比大脑快一步做出了反应 我把药塞回包里 重新掃出一盆硕塞进服务员的裤兜里 借柜头一用 在他错愕的间隙 我夺过猪头返回包厢 于立东的下巴微微抬起 露出一副狠狠拿捏我的表情 你马上给我妈道歉 哦哟 道歉 我轻哼一声 抓起猪头 朝着于立东的脑袋狠狠砸去 到你妈呢 于立东发出尖锐的报名 千语涵 你怎么敢这样对我 我冷冷一笑 于立东 我是不是不发火 你就以为我好拿捏啊 我看博物馆的猪手是假的 真的在你脖子上 于立东气愤地扬起手 我面无表情地看他 你可想清楚了 这一巴掌要是扇下来 断的可是你的财路 于立东的愤怒瞬间冷却 呼吸变得急促而沉重 却一句话也蹦不出来 我越过他 大步走到餐桌旁 于家人开始摆着长辈谱 哎哟 姑娘家家的 怎么可以动手打丈夫呢 谁家做儿媳妇的 不是规规矩矩 小心侍奉公婆丈夫 哪像你 毛毛躁躁 还动手动脚 就是 还是我家男男乖 突然被点名的男男 从饭碗前抬头 他看了我一眼 连忙往碗里 加了几块热菜 我挑了挑眉 拿起桌面上的小麦果汁 往嘴里灌 一瓶小麦果汁下肚 力量加100 速度加100 智力100 男男默不作声地 连人带椅子往后退 后退的同时 丝毫不影响他干饭的速度 我把酒瓶摔到地上 双手放在玻璃转盘边缘 去你爹的 我寒窗苦毒 就为了听懂你们这些封建糟粕的话吗 我猛地用力掀翻玻璃转盘 瓷盘破裂的声音 在安静的包厢里显得格外刺耳 汤汁四溅 一片狼藉 短暂的死寂后 几位被汤汁洒了一身的瑜伽人 愤怒到了极点 哎哟 泼妇 你这泼妇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长辈 嫂子 娶妻不嫌货三代 这儿媳妇娶不得 当真娶不得 男男巴拉了一口饭 小声曲曲 你们非得惹他干嘛 我扬长而去 全然不关心 已经乱成一锅粥的鱼家人 于立东追了出来 拽着我的手 不顾形象的大声嚷嚷 千语寒 你当真不给我面子 我抡圆了胳膊 一巴掌扇了过去 你的面子 震的鞋垫子 滚犊子吧 烂货 于立东呆愣地捂着被打肿的脸 而我 爽了一晚上 也该尝尝奶茶的甜了 订婚宴后 于立东一直给我打电话 我统统拒接 他开始在微信 给我语音轰炸 几十条六十秒的语音 我也懒得听 反手甩给他一份账单 账单详细记录了 他从我这里借走的每一笔款项 我的眼线告诉我 于立东的公司 好几笔贷款被卡流成 眼下正是最缺钱的时候 作为唯一能替他兜底的人 他只能捧着我 韩寒 你今天一定是累坏了 才对我妈出言不逊的 我理解 毕竟订婚确实是件辛苦的事 我妈就是急性子 其实她人不坏的 我带她向你道歉 你不要放在心上 好吗 我知道我家韩寒最是懂事 绝对不会和我计较这种小事的 天色不早了 韩寒早点休息 我明天再来看你 于立东似乎想把他们全家人 折辱我的事 轻飘飘的结果 我心底冷笑 不是 平时装装就行 还真想让我赔上一辈子啊 我把她给拉黑了 之后 我在朋友圈发了条分手文案 还有一张图片 照片上的我 漂亮的一批 眼眸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倒不是感伤 我只是沉溺在分手之后的那种破碎感里 我觉得那样的我别有一番风味 虽然我的脑子时不时地泛魂 但抱着被子哭和抱着孩子哭 我还是分得清的 几乎是同一时间 弟弟给我发来消息 恭喜我姐脱离苦海 姐 我有点好奇 那么多人当中 你为什么选择于立东那种人 当然了 姐 我不是在质疑你的眼光 咱有钱 有失错成本 选错了也没关系哈 你不要有心理压力 姐 你别伤心 改名咱 办个难模大赛 一个于立东不行 咱还能找千千万万个雄丽下 我缩了一口奶茶 从内而外感到舒适 我给弟弟发了条语音 深情谈不上 选他的原因 大概是他看起来比较扛奏吧 安静了几天 于立东又给我打电话 宝宝 对不起 我错怪你了 你原来一直把我放在心上 我不满地翻了个身 把脸埋进枕头里 可于立东的声音还是喋喋不休地 从手机听筒里传来 我控制不住情绪 朝他大吼 你他妈有事 于立东自顾自地感动着 销售给我打电话了 让我去提车 宝宝 我好感动 我原谅你了 晚上我开新车接你吃饭 昏昏沉沉的脑袋 在这一瞬间清醒 我挂断了于立东的电话 给汽车销售发了条微信后继续睡觉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的房门被敲得震天响 千语寒 你什么意思 我人都到4S店了 结果销售问我 全款还是分期 那辆车是你说要送给我的 你送我的东西 不该是你来付钱吗 你知不知道 我刚才在店里多没面子 那狗眼看人低的销售 还笑话我是软饭硬吃的男人 我看你才是诡计多端的女人 故意让我出丑 以此来挽回我的心 别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对你沉浮 我告诉你 末期中年穷 我 于立东总出人头地之日 到时候我要你跪在我面前 求我原谅你 物业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已经到机场接我弟弟 在物业给我发来的视频中 我的房门前堆积着杂乱无章的垃圾 腐败的食物 烂掉的果蔬 发霉的厕纸 还有未处理的动物内脏 单从视频上看 已经能闻到令人作呕的气味了 我告诉物业 报警吧 我们老实人虽然不惹事 但也怕事 幸好我不住在那里 于立东所知道的住处 只是我众多房产中的其中一套罢了 哪个有钱人 天天住同一套房子的 弟弟从旁边探出个脑袋 看清我手机里的视频后 他气了一声 还出人头地 我看是人落头地 这于立东活的还不如蟑螂呢 蟑螂至少还有妹子为他尖叫 弟弟说要安抚我 于是刚赚了一大笔钱的他 带我去房产中心 又购置了一套新房 分手后我拿下一套房 当然了前男友也成功拿下一套房 他的破房 于立东还没走出小区便被物业拦下 物业报了警 于立东被罚了款 双向奔赴在这一刻形成闭环 在民警和物业的监督下 于立东黑着脸清扫垃圾 除了把我的房门口恢复原状 还要赔偿我的损失 不止如此 邻居把于立东故意在我家门口丢垃圾的监控视频 和被迫清理垃圾的视频都发到网上 高清 打马 但马了胜似没马 于立东小火了一把 邻居转发上了热榜的视频 到小区业主群 素质业主 在线喷卖 狗东西 真没素质 垃圾门事件发生后 新近网红于立东走到哪里 都是被指指点点的对象 投资商默契撤资 合作商纷纷解约 于立东公司的资金链断裂 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他不再高喊 默契中年穷的励志口号 而是舔着逼脸上门求我 于立东站在我面前 昔日的傲慢和盲目的自信 荡然无存 他低垂着头 语气近乎哀求 含含 之前的事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为了亲情 不顾及你的感受 是我没有平衡好家庭 和你之间的主次关系 我已经说服我妈接受你了 我保证 她不会再恶意针对你了 你的病 你的残疾 我都不在乎 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 让我补偿你 照顾你 我好奇地问 先说说怎么个补偿法 于立东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银戒指 丹西跪在我面前 深情表白 我爱你 含含 嫁给我吧 确定叫补偿 而不是报复 我双手还胸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你可想清楚了 嫁给你 我肯定是幸福一生 但你一定是死路一条 于立东的听力识别系统 似乎出了问题 耳朵里只听得见 嫁给你这三个字 他激动地把戒指套在我的手上 含含 既然你答应了我的求婚 我们就该更进一步了 为了你 我时时刻刻都把户口本带在身上 你现在也回去拿户口本 我们马上去明证局领证 我知道我以前没坚定地站在你这边 可我现在真的需要你的帮忙 我的公司面临破产 我需要资金来重组 夫妻本是一体 我的就是你的 你拿自己的钱出来 拯救你的公司 救救我 也救救我们的未来 好吗 我倾笑一声 你要多少钱 于立东的眼里满是期待 两千万 只要有两千万 我们就能渡过难关 我择了一生 就这点 于立东眼里的欣喜愈发浓郁 还是之前的卡 你马上打给我 我急着用 我推开门 拿出玄关处正好直播的手机 对着镜头说 家人们 看见了吗 分手的前任突然对你甜言蜜语 哄你开心 准没好事 于立东傻眼了 你在干嘛 直播吗 我跳转镜头 把手机摄像头对准于立东的脸 姐妹们 看清这张脸 于立东无法接受自己的期待落空 也无法忍受自己被人当傻子一样戏弄 他猛地伸出手 抢过我的手机后 用力一摔 手机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重重地刷在地上 屏幕瞬间炸裂 我缓缓蹲下身子 捡起地上摔碎的手机 看着已然黑屏的手机 我冷冷地看了于立东一眼 于立东 你可能不知道 这手机是用来保护你的 我猛地一步踏出 迅速逼近于立东 他似乎并未意识到 将要发生的事 嘴里骂骂咧咧 唾沫星子差点喷到我的脸上 你这个贱货 敢戏弄我 我微笑着将一记重拳 狠狠地击向他的腹部 哦 于立东痛得弯下腰 满脸错愕 你敢打我 我没说话 反手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 以示回应 啪的一声脆响 于立东的脸上 多了一个鲜红的掌印 你这个泼妇 有本事再打我一下试试 我垂眸思考这句话的内在含义 你小子是不是爽到了 于立东气得差点呕血 你 我 我要告你故意伤害 我的动作稍微停顿了一下 也行 医药费从你欠我的钱里扣 你爽了 也该轮到我爽了 我笑着把鱼立东拉进门 多年练拳的成效 在这一刻发挥到了极致 我们从沙发到地板 从地板到厨房 从厨房到浴室 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都留下拳头和肉体碰撞的声音 最后 于立东爬着离开我的房子 你这个疯子 我早晚弄死你 我拿了一张纸巾 优雅地擦着额头的细汗 于立东却条件反射性地缩脖子 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已在门框上 看着他狼狈不堪的样子 心中的怒火 稍微平息了一些 亲爱搭 我等着你哦 下次我还要在上面 于立东刚爬走 邻居家的房门打开 两个脑袋从门里探出 一个多小时了 可算是结束了 年轻就是好啊 完事了都得爬着走 我的姐们玩具 于立东好久没来取悦我了 我无聊地有些想她 于是向眼线打听她的动态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于总的妹妹今天来公司送文件 他们两个人是一块走的 对了 于总今天有饭局 就在樊城酒店 他还特意让我订了VVIP888包间 招待大客户 我抬手摸了摸耳垂 哪个妹妹 我听于总叫她南南 听到这个名字 我敏锐地察觉到不对劲 我火速换好衣服 拿着车钥匙出门 在路上的时候 我接到南南的电话 寒寒姐 我好像有点不对劲 你能不能来接我 我的呼吸猛地收紧 你找个地方躲一下 我马上来找你 你干嘛 滚开 别碰我 电话被挂断 南南的声音消散在耳边 我的怒气在胸中翻涌 仿佛一股灼热的岩浆 在胸膛里滚动 我把油门踩到底 到达酒店 我翻身下车 把钥匙丢给服务员 就往楼上走 预想中的场景 并没有发生 我赶到包间的时候 一眼便看到 呆坐在门口发呆的南南 我上前抱住她 查看她身上是否有伤 她欺负你了吗 南南摇了摇头 随后又点了点头 我急得不行 南南有些难为情地开口 那个大老板 说我跟个豆芽菜一样 提不起兴趣 他还说表哥那类型 才是他的菜 我憋不住笑 所以他把你赶出来了 对 像拎小鸡仔一样 把我丢出来了 我坐在南南身边 憋笑得身体抖成筛糠 不行了 这种事不能只有我一个开心 我反手在病友群里 发了条消息 并附带病位 带心吃瓜 来不来 食心五食 外加一杯蜜雪冰城 来不来 病友纷纷响应 小雪换我 总得来的 对 我也是看在小雪的面子上 我不一样 我单纯爱吃瓜 二十分钟后 我的病友从四面八方 赶到樊城酒店 乌泱泱的人群 占据了整条走廊 我直接包下一整层房间 拍卖前排吃瓜味 起拍价一块 家价不设上限 价高者得 我出一点一 那我出一点二 一百万 人群中自动让出一条道 罕价一百万 是体型风鱼的中年富人喜姐 我火速掏出收款马 习姐爽快地转了账 我把门口的位置让给习姐 习姐贴在房门上 听着里头的动静 时不时地嘿嘿大笑 嘿嘿 我就这点爱好 约莫过了半小时 里头停止了动作 几分钟后 一脸艳足的王总 打开了房门 他瞪大了眼睛 仿佛眼球都要从眼眶中 跳出来一般 老老婆 习姐整个人将在门口 仿佛正在经历一场 前所未有的震撼 我倒要看看 是哪个狐狸精 又勾到你了 话音刚落 于立东挺着残败的身体 出现在门口 画面足足静止了十几秒 习姐尖叫了一声 一脚踹向王总 王总毫无防备地 往后退了几步 砸在于立东的身上 习姐一个弹射起步 经历了零点几秒的滞空后 准确无误地砸到了 交叠在一起的两人身上 房间里传来骨头断裂的声音 还有某人虚弱的求救声 我拉着男男挤出人群 听话 怪脏的 咱不看 等你成年了 姐姐带你去夜店看男模 我和男男还未走出酒店 便被人拦住了去路 来人是满头银发的中年女人 皮肤松弛 脸上布满细密的皱纹 像极了干涸的土地 她拉着男男的手 声嘶力竭地喊着 家宝 你是我的家宝吗 看着眼前相貌 和自己极为相似的女人 男男呆愣地站在原地 任由女人拉起她的衣袖 男男的手臂上有个牙印 女人朝着不远处大声喊道 老公 她是家宝 她就是我们的家宝啊 我带着男男和许氏夫妇去了医院 做了亲子鉴定 经过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 男男确实是他们被拐卖的女儿 男男拉着我的手哭得泣不成声 我就知道 天底下没有他们那样的父母 我和男男是在病友群里认识的 当时的男男患上抑郁症 某个夜不能眠的夜晚 我们一群并有夜爬梧念山 在山崖边 我发现落对并且想要轻生的男男 他看见我后 慌乱地扯出一抹笑 姐姐 你再不走就跟不上他们了 我猝着眉 宝宝 我只是有病 不是傻 你不想活了 对不对 男男没说话 我慢悠悠地靠近 双手一撑 越过护栏 其实我也挺不想活了 你要是觉得黄泉路上寂寞 我陪你一起呗 我站起身 男男拉着我往护栏内摔去 我们躺在地上 他靠近我 小小的身体贴在我的怀里 姐姐 我只是在自己房间睡午觉 表哥过来 摸我胸 还强迫我摸他的 他的声音几度哽咽 我告诉我妈 他却说苍蝇布丁无缝蛋 他一个高材生 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欺负我 一定是我不检点 我沉默了几秒后 说苍蝇什么地方不落呀 它桌子上落 垃圾堆里也落 甚至是粪便上它也落 怎么能苍蝇落在哪儿就是哪儿的问题呢 这完全就是一个颠倒黑白的话 苍蝇之所以是苍蝇 是因为他本来就恶心 人们遭遇不幸或成为受害者 并不是因为他们自身存在某种错误 而是因为加害者的恶意行为 将受害者的遭遇归咎于他们自身 这是加害者们为自己脱责的一种手段 我抬手失去南南眼角的泪水 你没错 那一晚 南南和我说了很多 他原生家庭的事 当时的我患有严重的躁愈症 急需一个缓解焦躁情绪突破口 南南的表哥于立东正合适 他担心我被欺负 我意味深长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发疯 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 如果解决不了 那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 南南似懂非懂 但还是听话地向我分享于立东的行踪 我故意出现在于立东面前 假装对他着迷并展开近乎狂热的追求 我忽悠他辞去体面的公务员工作 拿着我借给他的钱去创业 自始至终 于立东不是我一个人的玩具 他是我们一群病友的玩具 在我的安排下 那些钱多得无处花的病友 开始疯狂给他投资 于立东的小公司 渐渐步入虚假的正轨 他的心态也飘了 他拿公司做抵押 贷款买下一套两千万的房子 我在订婚宴上大闹一场后 便让病友陆续撤资 偏偏于立东坐死在我门前倒垃圾 火上热搜后 为数不多的真实合作商 选择终止合作 没了资金支持 于立东的公司岌岌可危 但我没想到他会把主意打到楠楠身上 他的本意是把楠楠送给王总当礼物 没想到王总没看上楠楠 反而看上了她 皮燕子都迈出去了 却被王总的正牌夫人喜姐捉奸在床 喜姐是个眼里容不下沙子的人 她早年还混过灰色地带 就算洗白了 手里还是有些门路的 于立东算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剔踩两空 姐姐 我要和我的爸爸妈妈回去了 家宝抱了抱我 许妈妈不停地道谢 小韩 多亏了你 要不是你 我们怕是都见不到家宝了 我摸了摸家宝的头 回去之后 有空就来找我玩 家宝的脸上是发自内心的笑 爸爸妈妈说 我要是想要在这里定居 他们就卖掉北京的四合院 在这里买房子 我惊讶不已 四什么 四合院 什么孤苦伶仃小可怜 它分明是流落在外的大小街 许妈妈脸上的皱纹 肉眼可见的浅了许多 前几年从亲戚那里继承的房子 家宝被拐卖后 我和他爸爸四处奔波寻找家宝 一天都没在那里住过 也没什么感情 我和家宝爸爸商量好了 家宝在哪 我们的家就在哪 许爸爸儒雅地开口 家宝的事 改日再登门道谢 我们现在准备带家宝 去警局报案 他这些年受的苦 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买卖同罪 那家人必须受到惩罚 许家宝不舍地拉着我的手 姐姐 我过些时候来找你玩 我留下了不舍又羡慕的泪水 老爷 夫人 大小街 请慢走啊 他们一家人笑着坐上了出租车 而我哭着坐进了自己的跑车 刚到家 我就在病友群里 看到了立东门事件的后续 于立东被习姐做断了双腿 手也被他的小弟打折 敬业地吃瓜病友 甚至跟去了医院 骨科和钢肠科医生会诊 医生面无表情地 从于立东的皮燕子里 掏出几颗葡萄和一枚戒指 病友还发了调语音 葡萄说自己好可怜 早知世道如此艰难 倒不如烂在树上的了 于立东住院第二天 赵采凤赖上了我 都怪你 你要是老老实实和立东结婚 立东怎么会受那么多苦 你必须去医院照顾他 赵采凤也不管我答没答应 他像个甩手掌柜 说了医院和病房号后 便挂断电话 我寻思着闲着也是闲着 便开车去了医院 给自己找点乐子 在医院的小花园里 我看见一群小孩蹲在地上围成一个圈 我好奇地上前 发现一只蜗牛正搬着一颗蟑螂卵 刚好于立东打来电话 我妈说你会来照顾我 我现在口渴了 你给我带点水上来 我垂眸思考了几秒 默默地打开外卖软件 点了杯红豆奶茶 备注不要封口 用翻盖 外卖到了 我打开翻盖 用纸巾包着那颗蟑螂卵 随后丢进红豆奶茶里 搅了搅 小孩们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姐姐 你是来吃臭臭的吗 不是我 是楼上一个叫于立东的喜欢吃 我前脚刚走 小孩们后脚就传开了 病房里 于立东满脸怨对 对我遗旨气势 走这么慢 想渴死我 我微笑着把红豆奶茶 送到他嘴边 于立东大概是可及了 一口气喝光了奶茶 挺好 下次还按这个标准来 话音刚落 几颗小脑袋 从门外探了进来 哇 姐姐说得果然没错 他真的喜欢吃臭臭 于立东吃了臭臭 以后就叫臭臭的东 于立东愣住了 什么臭臭 我平静地开口 臭臭小名蟑螂的宝宝 哦 于立东趴在床边 用手抠着嗓子眼 我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于立东 你的催债电话 都打到我这里来了 于立东猛地止住动静 用近乎祈求的眼神 看着我 寒寒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我保证会还你的 都到这时候了 你那宝贝房子 还舍不得卖呢 于立东还在嘴硬 那不仅仅是我的房子 也是你的呀 我觉得他这个人 是真的没救了 自求多福吧 我刚走出病房 就收到弟弟的微信 我弟收到录取通知书了 我和他商量了一下 决定回老家 给已逝的爸妈上坟 弟弟蹲在墓碑前 清理上面的灰尘 爸妈 你们别担心 我和姐姐过得很好 姐姐很好 聪明勇敢 有力量 我憋不住笑 弟 夸张了 我弟不以为意 熟读刑法 敢于对渣男说不 一拳能打飞一个壮汉 我面无表情地 往火盆里丢纸钱 多谢你们当年的 不丢之恩 要不然 我弟就没有 这么优秀的姐姐了 我弟一米八几的大哥 别扭地靠在我的肩膀上 姐 你就是我最好的姐 我看着爸妈的墓碑发呆 弟弟出生后 那些曾经欺负我的人 都说我这个疯子 一定会被家人抛弃 可弟弟 却特别黏我 爸爸借口 带我出门买菜 然后松开我的手 已经学会说话的弟弟 哭闹着要姐姐 不止不休 别无他法 我爸 只能返回菜市场 把安静地坐在 老榕树下的我领回去 弟弟一天天地长大 被欺负的人成了弟弟 熊孩子们说 千语尘的姐姐是个神经病 会无缘无故地打人 大家都不要和他玩 他们以戏弄弟弟为乐 把弟弟丢进村里的废井 等我发现弟弟的时候 他已经稍得一时模糊 我背着他 一点点地往上爬 摔倒了 站起来继续爬 好不容易把弟弟带回家 我妈不由分说 就扇了我一巴掌 她不听我的解释 强行把伤害弟弟的罪名 安在我头上 他们带弟弟进城看病 罚我跪祠堂 两天后 尚未痊愈的弟弟 闹着回来 他们这才发现 在祠堂晕死的我 小腿上是干涸的血迹 以及被染红了的蒲团 弟弟哑着嗓子叫我 姐姐 我没事了 我回来了 姐姐都受伤了 你们为什么不带他 一起去看病 我又没看到他受伤 我妈冷冷地开口 不愿意承认 是自己的问题 小陈 要不是他有病 你会被他们欺负吗 弟弟死死地抱着我不撒手 可伤害我的人不是姐姐呀 姐姐有什么错 虚弱的我靠在弟弟瘦小的身体上 意识却逐渐清晰 我可以是精神病 但我弟弟不能有个患有精神病的姐姐 我开始控制自己的情绪 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正常人 后来 爸妈车祸去世 我安慰弟弟 你还有我 弟弟却认真地告诉我 姐姐 你终于可以做自己了 我呆呆地看着灵台上的黑白照片 弟弟又问我 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东西 我看了一眼手里的纸钱 真诚地回答 钱 多到花不完的钱 弟弟若有所思地点头 葬礼结束后 便开始研究赚钱的门道 我不喜欢人群 但我喜欢和我一样有病的人 我进了病友群 和他们一样 练拳消耗体力 夜爬让自己骨子里的暴躁因子冷却下来 我好像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直到我遇到家宝 知道了于立东这个人渣 和于立东交往的这段时间 我的情绪得到实际性的发泄 于家人都是烂人 我可以毫无负担地发泄自己的情绪 而不用因此感到自责 于立东的公司破产后 欠下一笔巨债 于爸还真恬不知耻地找上我 问我什么时候 给他介绍有钱老太太 还抱怨说 赵采凤天天找他麻烦 这如鸡毛一样的日子 他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我平静地回他 你在想屁呢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的生活趋于平静 在某个日落黄昏之际 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 于姓男子在躲债的途中遭遇车祸 生死不明 我打开微信 便看到家宝给我发的消息 姐姐 爸爸妈妈已经把北京的房子挂出去了 他们准备起诉赵斯凤夫妇 等忙完了 我们就会搬到你家隔壁 到时候我们就能天天见面了 我给他回了个期待的表情后 走到窗边 用相机记录了无法复刻的一些瞬间 我用这张照片发了条朋友圈 我将永远追求自己认为最舒服的状态 散漫的日常 比将就更快乐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 制作人员 我感觉到你家里的女人 我会想到你家里的男人